我們開始討論之前 我們可以問一下 雖然時間有限 有沒有在我們的夥伴 或還有對於剛才 律師兩位分享者的內容 想要進一步 理清或是說有問題的 有嗎 我們要不要先 我們就在先討論前呢 先開放一下 有沒有對於 剛才兩位分享 分享者他內容上 有進一步想要問的問題 終於你可以幫我開黑片嗎 有嗎 我看到有兩位舉手 一位是王先生 一位是宣委員 那還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先請王先生再請宣委員 那可不可以請王先生這邊 紅色的麥克風嗎 等一下 那就是藍色 那再直接定一點宣委員 那余生你就把他問一下 用另外一個顏色去問 你好 我是王忠銘 我是 是做反對寫的 結果就抓回了 那 我在那個 今天有兩篇文章 我都上網看了 之前都看了 那我一篇 參考資料裡面 你們所說提到的 眼睛大 眼睛大 眼睛花了 那個草根論壇資料 對獲選的補助 商人之一其實不是有惡 這個商人之一的 你們那個網路資料是有 有點互差的 在這種聊天 再一個就是那個 這個 會選者還可以補助這個 這個 現在選報已經改了 在 一百年五天改了 獲選無辜搓湯也 黨人出選會選 判決上寫無效 行為的 對方也行為 法律投票行為的 都不可以 領了錢之後 還要再追回 政治執行 這個也是我們資料上 有點差的 再來就是第三點就是那個 我待會給你們參考 還有跟政黨那個 補助百分之一 剛剛那個先生李先生講 五十塊是對的 我們的 我不知道百分之一個 就是一票三十塊 那個是錯的 還有這個 這是給他參考 還有剛剛我對於 楊先生先生所說的這個 小民主商的聯力志 這次 這次修改選報 在一百零四年 就今年的一月二十二號 很好的機會 因為他不用修憲的 那是修憲的 只是說 這個什麼 我講錯了 就是這次百分之五的那個 門檻有兩個 一個是五十塊補助的 一個是那個 顧問期的降低那個 就是門檻那個 這兩個百分之五 在今年的一月二十二號 是很好的機會 這個立黨就有機會 在 第九屆立委 就有機會 但是好像只降了 五十塊的那個門檻 三內陸 這不會很遺憾 那這個民進黨 也沒有強力助長 我也感到很遺憾 那這兩大黨就是 吃掉我們瓜哥的補助費 一個十多一個 這個 希望我們楊先生 帶回去跟中央黨部也 都發明了笑 再來是說 電子連署的問題 剛才談到電子連署 這個是新任度的問題 我們目前台灣連通訊 都沒有辦法放 那個都好像 政客跟政黨 對於我們學問大陸都有信任 再來剛剛我們說 集中式開票 這個很理想 你只要是集中式開票 因為我們的票上以前 年輕當老師開票 一個鎖是兩千萬票 接著是一千萬票 一堂卡的分五年 兩鎖 票數越小 樁腳的控制力也一開 所以集中開票 是最好的制度 那問題是 台灣目前是 每一鎖 每一站 集中開票 都說是放票 做票 集中式開票 這個運送的過程 目前的心路是準的 這個 這只是他的理想 現在 反對這種制度的 最大的就是 其實民進黨都不需要這樣 大家現在連連開票都會用 用那個什麼錄影機 還要一千個錄影這樣 這是我認為的就是 真的是 因為我拜訓國中二十幾年 也受到很大的質疑 所以我對這個事物方面 也相當有興趣 這個是 那楊先生那邊很 很好 我希望大家能夠貼到我們上面 我可以下次參考 謝謝 我看幾件事情 王大哥前面幾點 大概是針對 我們提供的資料 好 我們提供的資料 他真的會抓鬼 會抓Bug 好 但是這個Bug部分 我們還會回去去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一些兩個的資料 我們以後請大家嘗試 會試著定格能 試前的藥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用適合我們的方式 那至於說 民進黨對於兩個門檻 為什麼需要補助款 而不是這個政黨票的部分 等一下或許可以請從政黨議一下 那你剛才有提到一些是 實際上學務運作的問題 或許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討論 或許兩位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神委員這邊 其實我呼籲一下 那醫學具對大黨有意 就是事實 當時我在立法院 有極力反對 但是無力可溫天 我說臺灣是多元的政績 雖然可能這個 我這樣講 既然講是滿後話 當時我就說 特變成兩大黨 然後所有人都有同學 大部分都有同學 因為其實中選區可以讓 中選區是可以讓 除了兩大黨之外的小黨 或者是除了派系之外的 其實民進黨跟國民黨 中選區就已經派系化了 也就是說 可以讓非派系的人 能夠有機會出派 否則你想看 在一個選區裡面 誰有能力過敗 是很痛苦的 我看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未來修憲 應該朝向 打破單一選區的方式 回歸中選區 變得立法委員 現在一百三級是太少 我跟各位講 立法委員有幾個委員會 八個 以前十二個加八個 八個委員會 平均有委員會幾個人 然後在有些立法委員 都是有習慣簽了道路法標 所以你的統計都不足 都是假的 以前我在當招提委員 在開會的時候 外脫下面有一個人在坐著 或者我會開不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 到時候的立法院會變成什麼 一個人兩個人決定成國家法治 尤其在審議上的時候 所以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現在變成國會檢犯 對臺灣是好還是壞 我當時就變得不是錯 而且當時我也覺得 單一選區是不對 第二個 我非常支持 要讓多元社會多元參與 現在的5%降了3.0% 我一直覺得不夠 應該降了1% 讓所有的政黨 都有機會來參與 所以我非常支持我們的綠黨 恭喜你們如果將來有機會 應該中平一旁 你們就很輕易地跨過 因為我覺得多元的社會 不能說只有兩大黨包辦一切 第三個 臺灣的種植要好 這還不夠 我已經在立法院成為拿馬 我推的一個法沒有成功 你要是國會電視轉播法 我到美國去看 到英國去看 他們以前在找一百多年 還拿劍 在國會上拿劍 到翁港 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為什麼不會呢 日本不是先打了鑰匙 韓國會打了鑰匙 為什麼他們現在不會呢 他們之力的都是 國會電視轉播法 也只有讓整個國會的議程 甚至到地方議會 全部的全程 就各級民意機構 電視轉播法 讓所有的議事過程 一絲不漏的 用電視網路 而且還可以下載 這才是臺灣政府 我很快就好 然後再下來就是連 今天我非常支持人 今天跟我們剛剛略討 這個 要是所有的行政部門 要助你們的法令 除了國家機密 國防 律師網站之外 所有的過程 連照片 連所有一切 都應該是尚好 一切公開 讓人民能夠來接觸 所以是臺灣政府 我們真的不要擔任 因為臺灣在那裡下 我們沒有強 謝謝 好 謝謝所有員 好 我們再次要 就是關於剛才 常鎮跟更正分享 內容要提問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先請兩位 可能還是簡短的回應一下 我先談 按照剛剛長正所提的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談起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是比較主張說 希望能夠把選區擴大 然後另外當然要採取年齡組 這樣對小黨比較有利 我比較沒有那麼擔心 極端政黨的出現 是因為 就是說 目前臺灣政治的現況 大概 即使有極端的政黨出現 大概喜事也非常少 非常少 然後那個 另外就是關於保證金跟那個 就是公衛選舉的部分 我們當然也是會 當然 我們這次那個 會提出那個 這個政治帶點的推薦的行銀機制 某程度就是要呼應公衛選舉 我們認為說 不應該要化成一些人 應該要公衛選舉 這一點 所得那個基礎問題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再考慮 好 那裡面其實 大家談到比較多的是 就是 長正提到說 落選者到底有的經營這件事情 現在在綠島會面臨很大的困難 比如說我們在平鎮的參選人 跟湯瑩講他落選人 但他很想在一起去進行 那也一樣就是弄了一個咖啡廳 然後他的咖啡廳的整個的成本 只花了五萬塊錢 可是他們現在的問題 不是在於弄了一個空間 而是這個空間怎麼回憲 然後他怎麼持續跟選民的互動 然後把這個支持者持續的 這個什麼 hold住 然後在那個地方 為了立場的發展 再經營下一場選戰 根本沒有資源 所以連生存都有困難 然後這裡面 即使有當選的 現在也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譬如說 王浩宇統計他 從那個當選以來 你知道接了多少 那個成績看見嗎 1400件 每天一定35件 然後他分析的結果 35件裡面大概有10件 是比較認真的 就是說不是那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這裡面 就數量更少 是真的涉及到比較大的公共識 就是回數可能 1400件裡面可能差不多只有10件 這就是長命生活 裡面要去認識 所以就是 既有的我們講的這個 綠黨的候選 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說 我們講的有很好的理想 可是在這個神聖跟庸俗之間 我們如何去突破 開創出一個新型態的 符合公共利益的選民服務 那我們現在是 候選人已經完全沒有去 就是說基本上 如果不是真的有 從有親屬關係 不會去逃 逃敗 但是還是會 就是還是會送個那個 因為不是對我們有什麼東西啊 那個 那個 但是 就是用很簡單的一張 紙寫的那種東西 那像這一類其實就是 在日常的生活中 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 另外 像這次選後 我們 大家都知道我們兩個候選人 最後其實是投票 在議長選舉 跟副議長選舉 其實是投票局 給自己 那在那個 新竹縣的是 某某城都是 跟高位台 互相配合 就是有人投了他命 就是我們投給他命 他投給我副議長 就只有兩票 那像這些其實 在地方上都引起滿大的震撼 因為 就是 議會議長 議長買票是幾乎是常態 當你做出這個動作之後 其實就表現社會宣告說 我是沒有買票 沒有接受買票 像這些事情 那這就是我們在日常運作中 一直會碰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其實不斷的在跟我們的候選人 起得某一種程度的協商跟討論 那等於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政黨 推出了候選人 如果你沒有一個政黨 在背後持續的跟他進行監督 互動的話 他在地方上就會受到各式各樣派系 跟地方利益的左右 那也不是說每個人都會變質 而是他會面臨的挑戰是很重的 所以我非常 像黃映剛剛常任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從派系政治 要邁向這個政黨政治 所以今年綠黨打出了一口號 就是挺好的政黨 挺好的人選 就是說 其實台灣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這個政黨的應該扮演的角色 那我知道最近其實有蠻多 所謂的獨立參選人 最明顯的就是各位的先生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獨立參選不是解決台灣政治問題的解放 就是你行訴一個政治明星 不會解決台灣的民主問題 他其實需要政黨 可是政黨就需要組織 所以剛剛選擇的問題就是一個解放 所以我其實想一想裡面什麼方法 就是2016我們一定要在那個 國會裡面稱出那個關鍵少數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國民黨黨都不過敗 然後進步的力量扮演關鍵少數 才有辦法進步推動 江明將就是一系列的這個選擇 然後 剛剛陳偉也提到那個 政黨組織的那個門檻下修嘛 我們的主張就是不要門檻 當然能夠降到1%也不錯 像這次台聯在那個D111壓制1% 我也會支持 但是我們的主張是 就是不要門檻 就是讓每個政黨 他即使是很小的主張 其實你想想看 就算是一個我們想像中所謂的極端的政黨 他得到了選票 可能比如說0.5的國色 他就是不夠就拿一點錢 可能大概500萬千萬左右 他當然可以去表達他的主張 但有時候是在社會的某種平衡中 然後讓社會聽到聲音 然後去創造社會去思辨的這些價值 我認為也不是拍子 以上先在我面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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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王多米先生 我差不多那個文章 好 今天第一次見面 非常敬佩 因為那麼長期用心 在台灣的選舉制度上面 那 剛提到那個其中的那個 我想其實這邊大家都有這樣一個體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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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當入學的時候 我的村長 是我爸爸的好 他兒子是我的好 那我 我出來選 到我們的家鄉班說沒有 他會出來幫我站 在台灣才會幫你幫他跳 好 好 那媽媽我跟我家裡說 欸 郭政 那個 拜託我這次支持石油廠 好 我就說 不要 我這是想支持城鎮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家鄉的人嘛 唉 我拜託我 他說我 我怕做人 我這樣 你家四條 我幫我跳 我幫你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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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正 就是這樣 那就是平常長期的人情 事故上 落成的壓力 那 集中看到 當年跟技術上的問題 可是我是覺得說 你現在技術的發展 你全程紀錄應該很困難 好 是 那麼 政黨 各派代表 一起上車艦 艦送 也很困難 好 全國有任何的警察 我們讓他丟到不同轄區 不要在地了 去壓車 應該也不困難 我覺得既然有很多國家是這樣子做的 那是做的 可以做的動 行得通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砍斷那個 樟腳爭執的資訊鏈 非常重要的一點 到時候 那個候選人被當選 我們這兩個樟腳部隊 哇 真真 不是我啦 你都不真正人 那 另外電子連署 所以我還是有考慮到國情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他挺漸進的 成案我們用那個電子可以做 成了案之後 我們還是要規定實體 要到總幹票所去投票 但是至少 我要反合 我要公民聯署 老實講啊 那個每次反合公民聯署 都買民進黨的公司在 那個私下在運作 在幫忙簽啊 沒辦法簽得出來 公民都不可能拿去簽啊 全台灣最大的政治網路 所有國民黨有一個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去簽的話 你怎麼簽得出來 老實講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是讓那個 連成案都不可能 如果可以網路連署的時候 或電子連署的時候 你知道讓成案的可能性增加嗎 同樣的 我雖然我不認識 沒有辦法街上每一個人都認識 但是我可能在社群網路裡面 很多人看到我長期的討論 知道我的理念 或說看到我參與一些公共失誤 他願意支持我 他連署來支持我 讓我這麼候選人不行 我覺得這個應該 不然就用那個 那個 那個 I donate 對不對 對不對 I donate 我就給你30塊 對不對 我按下去我支持你30塊 那就累積到好正經 總之我是覺得像這種門檻的部分 應該 應該 盡量然後降低就是 讓我們農族參與人的能力更大 另外就是 剛才會員提到那個 國會專屬頻道 這的確很重要 不過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國會那個電子 電視有轉播 那個是不是品質一定會提升 會電 過去有很多地方電視的 那個有些頻道會有去轉播那個質詢 你知道那個質詢就是大家做秀 你知道嗎 我給我拍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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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 他怎麼給你過來 他怎麼給你過來 就這樣子嘛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應該要做到 把那個審查過程都應該要分開 所以我是覺得像地方議會來說 沒有一個意識公報 這很離譜的事情嘛 現在我們沒有公報 因為沒有公報 非常離譜的事情嘛 那你可以不用印啊 印你說要審錢也沒有人來買 老實講也沒有請人會買來看 但是你知道網路上抓得到 可是地方政府真的很惡劣啊 它就是列了一個名稱 往往都找不到檔案 中央來喔 審計部的各縣市都有審計室 審計室每年都有決算報告 你去看看決算報告很好看 很精采 很精采 只是這個審計室也是很奇怪 他明明就已經講說 這個執行是有違憲啦 他不敢直接講說 他不敢直接講說違反 那你受犯犯 但他意思就是說 正要有問題啦 那聽說到很多的東西 那我是覺得像這種 資料的獲得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真的缺乏所謂的公共空間 或是第三空間 我能夠想到的就是 有線電視是最好的工序 我們都不能讓有線電視裡面的公益頻道 公共化 在母法裡面就給它規範要件規範清除 另外呢 費力審議權 所以我就收給NCC啦 像台南市也都委託給NCC啊 南部有很多縣市 他都不乾脆費力審議權 他委託給NCC 他不捨 那像我的家鄉 他就漲價啊 漲價以後 有些天是賺那麼多錢 當然會不會他啊 做個競選期間 他一個禮拜的報告為止啊 而且我是登記候選人之後 他才能報告 所以你幾天都一對手啊 那要怎麼改算 那另外就是說 台灣的街市的陌落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這種不像小街或者老街市 我覺得非常重要 過去是人跟人區齊的地方 交換一份張癖人物 月旦人物張癖使者環化 在同一個小使者來說 就是當上那條街很重要 現在當上全部都垮啦 為什麼 當上一來倒了一整片街啊 然後呢 大家都要開校圖車一塞 紅燈車一塞 所以Downtown作為一個公共空間 食品的公共空間 沒有了 我覺得這對台灣的民主 其實才會民主比想不太大 所以大家只剩下一個時間 就是在家裡看電視 跟著民主一起賣 發生在你身邊地方上的公共事 那其他其實都講過了 我是再重複一次 就是說我認為選方法可以改了先改 只是很可惜 這位公民黨堅持之下只改到3.5 其實沒有道理 我是覺得 我這個可能要找一些人 我覺得要去釋憲啦 該拔拔死了 中翔已經打過釋憲來 以前就是那個 今天他沒來的就是說 他用那個 預想3.5 討論說他保證已經 我現在是想說 政黨有駐金這個門檻的部分 接著到平等權 接著到平等權 你分配形式的門檻 有某一種理由 有某一種理由可以解 當然到底是太高還是太少 這都可以討論 可是我覺得選票補助金是 他背後的精神是公費選舉 既然背後的精神是公費選舉 沒有說你可以公費選舉 我不能公費選舉 那照我來看這是違憲啦 我是覺得可以考慮說 請政黨的身份去申請 實現 好 謝謝 那謝謝長政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幾分啊 現在是幾分 3點12 3點12 好 那可能3點12到現在 其實我們有 在大家自我介紹裡面 有聽到 跟大家初步的提的問題 然後也有經歷了兩位 一品分享者的內容 還有剛才也有參與者 回饋了一些他們的經驗 那這些內容呢 其實我們都有寫在Handplay上面 那不管是在限動盟 或者是哲學星期舞台中這邊 在網路上都會看到所有的紀錄 即時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黑板就演紀錄 之後也會整理成主次的部分 不過我們可以稍微的收容一下喔 那在這個階段進行到這邊 初步可以彙整幾個點喔 第一個部分是 大家都有提到多元政黨的這個發展空間很重要 那有提到說這個病例治下水區的問題 還有席次的部分 然後呢 第三個是關於席次門檻 就是政黨票的部分 那還有什麼 還有關於補助金 補助金 那在席次門檻這邊 常鎮跟鎮有一些看法 有點不太一樣喔 就是說 到底會不會在這樣的狀況下 產生極端的政黨 那至於說補助金的部分 從之前的5%到現在3.5% 是不是應該還要再降 背後反映的是一個 政府的公費選舉 一個平等權的概念 那這個都是在 多元政黨發展空間這邊拉 拉出來的 不過等一下會再回過頭補充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呢 是關於選務行政的部分 那第三是談地方政治 那它可是會談的有包括 整個生態的運作制度面 還有到底在地方政治裡面 我們地方自己比如說台中的公共議題 有沒有可能進入到那個議會的政治議程裡面 可是在談生態運作呢 不管是從綠黨的選舉經驗 或是常鎮他自己在苗栗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在平日的日常生活 那個網絡裡面的問題 還有選前 跟選後這個選區到底投誰 之後就會不會拿得到預算 就有很大的關係 而整個的派系 可能不是只是在政黨的系統裡面的想像 包括農與水會或者是公鸟 這是一個部分 但是在我們討論裡面 有些朋友就有提到說 選舉之外的這個罷免 其實都是一個公民監督很重要的 一個參與的過程在制度上面 那但是回到監督立法院 有沒有可能可以 國會電視的轉播這個法可以 以及就是當我們在談 open data 這開放資料 開與透明是不是很低層次很 minor的 只是他放在網路上的資料上就可以了 還是說我們在想開放這件事情 到底在想什麼 那剛才從長正或者是一些人的討論裡面 但他在談的是說到底有沒有一個公共審議的空間 而這個公共審議空間的東西 可以進入到政治的議程 那裡面包括就是他的單位是什麼 回到地方 那到底地方在現在的選制底下 可不可以容許地方自治的 地方有地方性的政黨 那可能單位上面 甚至從哪裡開始有這樣的公共性論壇 或許從他是說none power 但是大概就是一個接貨的概念在台灣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的是說 你看喔 從開場的自我介紹 還有從兩位的議題導讀 還有剛才的討論 我們大概就拉出了今天才選舉制度 可以切入的幾個點 所以接下來呢 show time 就是時間呢 就是要交給大家 但是每一個討論啊 都會有他的遊戲規則 跟進行的一些默契 那也剛好大家聽了很久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一個做體操的概念 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要怎麼進行這樣子的討論 那同時大家其實還可以看一下 手邊應該有一份資料 某一頁呢 有那個手勢 華爾街的手勢 那基本上他其實是在前陣子 就是一系列那種全球正義的大規模的運動 還有這次在318的街頭 都有透過這個手勢來進行 那進行討論他背後想像的 其實是有些民主參與的機制想像 並不是只是真的我講的做運動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也做了很久了 我邊講邊示範 大家跟著做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等一下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會有三組的手勢原則喔 第一組是你要怎麼表達感受 第二個是跟流程程序有關 第三個是當你要說話的時候該怎麼做喔 那如果像比如說剛才更正他在講 他認為門檻 其次門檻要在降低 如果你是長正你有不同意見 你不在同的時候 你要表達意見嗎 可以這樣做 好 大家可以跟著做一下嗎 我練習一下 對對對 這有點像外單公嘛 你也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同意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這樣做 對 但是如果你聽了之後 你是不確定 你覺得長正講的好像有道理 然後跟正講的你也會覺得說 好像台灣真的恐怕還不會出現 你還沒有辦法確定 你可以這樣做 不確定 不確定 但是呢 如果剛才在講任何一個部分 是你強烈反對的 一定要比這個叉叉 比這個叉叉 那這個叉叉背後 在華爾街他們這個運動想像裡面就是說 有可能最後集體的討論的一個方案 是某些人他沒有辦法同意的 可是那個不能 他原本不同意的那個方案 他的擔心或是他的問題 你不知道有沒有在這個方案被解決 也就是說 當比出叉叉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關注 跟我們意見不一樣的人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擔心的問題有沒有在最後的 那個solution政策方案被cure 就是被處理 為了被解決 所以這個叉叉的重要性很大 那表達意見就有幾個 我們再試一次 你贊同的話隨時都可以比 然後你擔心的話呢 是這個 那你不是很確定呢 這樣 沒錯 但是如果當你覺得這個過的話 就太嚴重了 那你有話要說 那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當你要表達感受的動作 但是當有叉叉的時候 主持人一定會cue你 主持人一定會cue你說 啊你起伏什麼要不叉叉 那第二個呢 他非常的人性化喔 你不是只有表達意見 你還可以對流程有一些想法 那包括有人在講話 他講得很快 啊你覺得太快了你聽不清楚 要這樣放慢一點 啊有時候有些人就是 聲音比較的細膩 小加碧玉 練跳會流 就算是用拍特風還是不夠 那請他大聲一點 然後還有什麼呢 有時候有些人講話會怎麼樣 鬼打牆 大家想鬼打牆都知道 一直在重複 所以不要吝嗇著你這個部分 主持人有時候需要這樣 積極主動的攻擊 才知道說 那個人看到才知道他要加速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程序的問題 當你比這個T就是 時間上你要站穩 那要處理什麼呢 要處理的就是說 你覺得現在在進行的流程 你希望怎麼樣的改變 請注意 那個改變是有助於大家 討論更順利更聚焦 你就可以提出程序問題 這樣OK嗎 所以在流程上面 有一個人的發言速度 到整個加速 還有就是什麼呢 你覺得怎麼樣改變程序 Gender Thinking 永遠是在做政治經濟很重要的一個 最先前提嘛 所以你可以提說 程序上要標準的調整 好 那接下來呢 是當你要說話的時候 可以怎麼提 如果說 我有話要說 我要提一個新的想法 是比這個 就是說剛才很多位講的內容 都跟他無關 我是要開一個新的問題來討論的話 是比這個 但是呢 如果說是剛才 比如說上一位是更正 他講的就是關於地方選擇的問題 那如果想要進一步的回應 其實相同的意見 你都可以提這個 好 那 昨天參加整理的人都知道 我們家平台是面土 有時候講話就是比較抽象 當你覺得講者或是前一個人 講話的內容相對的抽象 你聽不懂 那你就可以比這個 對 就是你講的內容 我有點 confused 聽不懂 那這個聽不懂 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你聽得懂 但是你現在 是不是支持或反對還不確定 那這個是表達者 就是前一位說話者 他說的讓你聽不懂 所以用這個技術 然後最後就是 你如果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你已經覺得太興奮了 你都在聽 我們現在這群人就可以在台中 做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 比如說你想要就一群人家 或遇到做一些什麼 那你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了 拼 拼 拼 這樣OK嗎 謝謝更正 但我要講一件事情 現在聽起來這些手勢好像很灰 我必須要說 在318期間 有兩種人讓我看到手勢的威力 一種是類似腰叉或叉心 因為他到現場來 我本來以為說 啊 完蛋了 戰神又要來戰 可是他看到現場有遊戲規則 他就知道說 我要照著這個遊戲規則 所以他就去看 然後另外一種呢 我們是不喜歡他 但是因為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通常一直講 是什麼呢 就是在318期間有很多阿伯會把身上插滿了很多台灣國的國旗 然後本來也以為說阿伯你來 有沒有辦法進行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有遊戲規則喔 然後他就拿去看了很久 然後還一直在搞說這個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那他也會照著這樣子的遊戲規則去進行 可能一開始我們會覺得搞不清楚要比哪一個 可是請你可以參考手邊的 應該是第二頁吧 好 第二頁有他的說明 那另外就是說也請大家 不要只有在我們請大家 比手勢的時候採用 請不吝嗇的讓有發言者在說話的時候就表達給他看 這樣OK嗎 好 這樣OK齁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要進行討論 所以要請大家移動你的屁股 但是只是很稍稍微的幫你坐的椅子 往黑板的面 往黑板這一面 對 那後椅子要稍微往後一點點 大家坐近一點 感情會更好 那這個先不用擦 從那邊開始進了 沒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要請大家 就是聽完剛才從自我介紹 兩位一體分享 還有我記得是黃大哥 還有沈立委 他們都有提出了一些概碼 包括多元政黨的發展空間 選務的行政 地方政治的問題 還有公民監督 然後地方的議題如何進入到議程 那這個部分我們接下來就是希望大家說 你可以在這四條軸線上繼續發展 你可以從這邊繼續聽到你的問題 或是你現在觀察到台灣 台灣不管是整個中央的選制 或是到地方上 你想要提的問題 你也可以在這四個以外 提出比如說九合一 我記得這邊也有一些失憶的政客 沒有選上的嗎 所以這個抬頭我一直不知道 為什麼從哪裡來 好像是你自己講的嗎 沒有 沒有 結果那個市議的政客 也有選民長的經驗 都很基層的 那因為我相信 你這邊應該也有很多競選團隊 如果我不知道 那就可以從你的經驗裡面 或者是好像也有公務人員 你在行政機關裡面 又是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那因為時間很寶貴 我想說我們一個人 盡量就是三分鐘 然後簡單的說一下你的問題 那餘勝就會把它記錄上來 那我們大概一個階段 就可以匯整一下 一個階段就會匯整一下 這樣大家都聽得懂也同意嗎 好 好 現在的同意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子 我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就是任何 我想要知道大家是在行責的時候 我就會用手勢跟大家互動 這樣OK 好 那通常這個時候都會有人 英雄救美 就是不要讓你搶子輪掉 然後會發展說 我一定對於選制 我覺得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嗎 好 太好了 同時要來回英雄 謝謝 因為我先看到他 然後下一位好不好 好 其實因為齁 不是一本跟是苗栗人 所以其實我對一些那個 但是我對像包含綠黨 包含綠黨 包含江陽常鎮 在苗栗學區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研究 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 綠黨 綠黨他剛才講的說 他們有兩個人是附在狀況下 然後他們提供附在狀況下的時候 有沒有 當他貼在FB的時候 人家會講說 這些人怎麼花那麼多錢 這些人怎麼花那麼多錢 但實際上他們花了兩百萬 然後還有一個人花將近一百多萬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選舉花費上面的揭露 是不是有辦法去揭露說 比如說哪個政黨的候選人 他花了多少錢 那個政黨的候選人又花了多少錢 因為我相信綠黨花的錢 一定比那些國民黨 或者民進黨的人更少 可是當你選舉 選舉費用揭露不公平的時候 下一位來講 也是沒有辦法讓一個候選人 去獲得大認同的 比如說你這次花那麼多錢 我相信下一次會有更多人 反對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第二個就是 所謂參選人屬性的揭露 就像那個李根珍講說 他們綠黨在 但從二期的那個地方 黃忠明是長期耕耘地方秘定 但是另外一個人他是從美國 從國外跟他留學回來 然後就掛了一個太陽花絲帶 那實際上他沒有跟餘地方秘定 但是問題就是 那民眾要怎麼樣 才有辦法知道說 就是他們有選舉一樣的制度的揭露 那表弟哥哥 你畢哥是甚麼名字 我姓陳 叫陳希東 你第一個談的是說 你認為選舉經費應該要有 一定能 進入面上要規範 那不管中央跟地方都要是不是 然後你剛才提到第二個 參選人的政治屬性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你覺得這個制度上要怎麼規範 還要像有一個抓鬼大規模 那是我以318的青年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解決方法 包含我講的那個 一個選舉經費公開 必須要有足夠的揭露性 那候選人足夠揭露性 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公民參與的事情 公民參與必須要高 如果你公民參與不高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當你沒有人想要去理解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就不會有這一套制度產生出來 就是 必須要有公民參與程度高 才有辦法去達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講的一個部分是制度面 你認為應該要說法 對對 我制度面 但是第二個是公民參與要有行動 但是我要說的是 行動這件事情呢 我們可能不能在這邊講一講 它就是無敬 你可以想一下 你或是你可以找大家怎麼做 其實 那我的意思齁 我想的 但是我必須承認講說 就包含像剛才你跟鄭講說 選後的那一些 就是在地方上的經歷 其實我本身是 他會表力青年的人 跟成員 然後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地方上經歷 大家也知道我們煮完咖啡 前陣子到了嘛 因為我們找不到 我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去承接那個咖啡店 店的藏務工作 所以變成說我們就轉為說 說我們只取一個定點 但是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是以組織的方式去做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資源我相信齁 我相信說是很難用的 那我自己本身就只能自己多參與而已 對不對 重點還是受限於 第一個公民參與 第二個 你要有資源 就是怎麼打開 就讓更多人必須參與這件事情 對 把你提這兩個想法 都有制度面上 跟在公民社會怎麼可以更積極參與 對對 好 這是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答案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下一位 欸 介紹一下自己 不然我都要 嗯 我叫林玉玲 剛剛 剛剛已經介紹過 我現在是新竹市民 但是我是台中人這樣 那我要針對單一選區兩票次下去做討論 其實剛才那個神偉人啊 他有提到 他是支持打破單一選區 但是我剛才細想的有一個 一個發展就是 如果現在打破單一選區的話 他雖然可能 比較 可能會解構一些local pin的狀況 但是有沒有可能就是 因為剛才已經提到就是說 政黨的那種壟斷跟其大化 如果打破單一選區 變成說 會不會現在媒體的操弄嗎 就是 大黨退媒體的操弄 因為你說 在地方買 貼那個廣套或看板很貴嘛 但是如果你要買那種 TVBS還是什麼的 電視媒體的廣套更貴 那不是只有 這些絕對大黨 他更有辦法去操弄這些東西 那我把這個單選區兩票次 那我另外一個 我對兩票次的 後面呢 我把它寫成兩個 那有沒有可能是 單選區三票次 或者四票次 那如果假設啊 我不曉得有沒有關聯 如果單選區兩票次 產生兩個絕對的大黨的話 那今天如果變成 單選區三票次 我們知道那個 所謂的聯考 或者是那個 現在可能叫做 它不是有這種 那種田字願嗎 現在如果用 所有的出來選舉的這些 都用田字願的方式 那每個人都貼 假設五股斯的出來選舉 大家每個人都把心目中的 那個候選的人 用田字願的方式 用Ranking的方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能把那個 所謂的我們現在的 每一個票的那個家選啊 因為各縣市的人口不一樣啊 怎樣達到更公平 因為我剛才提到 就是單選區 如果光打過單選區 他的迷失 因為主要大家都希望選舉 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基礎商 那我剛才提到 如果打過單選區 他剛才變成一種 更大的媒體的壟斷 他需要更大的執行的話 我對這個地方是有質疑的 那至於剛剛提到 如果用那種像是 自願的方式去做 或者單選區三票四票 以這個方向去做Ranking 或者是一個自願的方式下去 做選舉的話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那會不會只是一個很幼稚的一個選 好 謝謝 在新竹的台灣人 不是台中人 在新竹的台中人 好 等一下中理要回應 可是我想確認一下 他剛才講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選區還有一個票數 大家有沒有人 都聽得懂嗎 都聽得懂嗎 因為我剛才看到有人 比不確定 他第一個是在 他有一個想法 他的想法是在想說 但因為選區如果真的打過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更有資源的人 更好掌握 這是他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在想像的是說 那個票數的設計 不管透過多幾張票 或者是說每一個票出來 他有一些不同人 同一地的設計 百分比 有沒有可能去調整他 這是他大概有兩個階段的 有人有問題都說 那這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可以等一下 透過有人回憶來釐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在草根論壇 你有任何的機制想像 你都可以提出來 可是我們要處理的 不是到最後是不是那個制度 而是你這個制度 背後在想什麼 針對現狀的問題 你想要解決什麼 還有這個制度背後想像的原則 所以 我是覺得大家不用 陷入到那個制度的細節 可是要理解的是 當他提出這兩個問題的時候 他背後單身的問題 跟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剛才常常有 對你在講的這個部分有點 這兩個部分 恐怕都有一些問題要釐清之外 總理是要回應嗎 你要幹嘛 你要提出什麼行動啊 快點 因為剛剛 我們今天有大概幾個 多類政黨全部行動過地方 那我要提的 我不太清楚應該要發 公命監督嘛 對不對 應該是公命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討論選舉制度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在投 我們投票是在對於誰投 贊成票 那也就是說 我們缺乏了 say no 的空間 就是說 今天假設我在 目前的現實的地方政治就是說 可能 有 我這一區有十個人 有五個人出來參選市議員 或現議員 可是你對於這五個人 都是不滿意的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投票 廢票 嗯 可是廢票它是沒有效力的 那我們要怎麼讓廢票這件事 它成為一個有效的東西 而且可以實質的說 嗯 告訴這些 假設我五個政客 那我要告訴這五個人 我都不喜歡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那就是廢票成為一個有效的東西 我會想說這些事情 這是提案 等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處理 我剛剛以為你要回應 可是你又變成P 你總是問了問了啦 他在 他其實是一個新的議題 我先處理完 他吃我們再回來 剛才中也在講就是說 到底我們對這 對候選人 有沒有一個否決權 那個否決權 有沒有可能透過 讓廢票 他也有一些意識的表示 就不是說廢票 不只是不去投票 而是說我不去投票 就讚 就是某種程度 對於現在台面上的候選人 叮 叮 所以我不想要投 然後我去用被調 就表示我都不想要這些人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我补充一個小差距 你被擺在台大學學生研寫 他是歷史以來 當初那一件最高的暫停票 也是當初那一件最高的反對票 我补充一下 就先到這邊 所以有否決不到這種概念 但是你要補充之前 因為我希望你可以聚焦 我們先請長正說你覺得confused 就是有點不清楚的地方在哪裡 可是我問問就有兩句 就是我要補充 但我們提出這個疑慮就是說 打破單選區 真的能把裝腳的問題給解構 那至於剛才那個媒體潮濃 我們現在有很明顯 連勝文跟柯P 事實上都是因為掌播的媒體 就是會不會只是把它變成一種明星 交配的OK 我想請你們兩個談論 多值的選票 我只想要請教你們 你講的單一選區多票值 是講政黨多票 還是區域候選人多票 的確是這幾個問題 這樣 OK 所以剛才長正在提醒的是 一個就是不分區 或是區域區 那個所謂不只一票 再多一票是到哪裡去的嗎 是在問的這個問題 你是說在區域選舉裡面 我們會覺得台區多值的 對 還是在政黨票裡面會多值 好 這個整個都先拉出來 然後但是剛才新竹台中人 在新竹台中人 他其實覺得或許可以打破兩大黨 可是又提到說 那有沒有可能更好買媒體的問題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問題 都要透過這個選擇 來解決可能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我看到市委員有舉手要回應 但是在這之前 剛才有沒有有舉手或落高鐵 我記得好像 你是有要回應嗎 還是問題沒有 沒有 好 那就是市委員 我覺得齁 有沒有數據我提供你參考 就是在單一選區之前 你台中市為例 你怎麼台中市選八九的時候 最低一名兩萬多就可以當選 所以那可是現在單一選區之後 你東南中西區我別去不要講 你現在要去市這一區 要八萬票以上才當選 所以你就知道單一選區 對小黨有沒有有利 對多元政策有有利 沒有利 就變成大者很大 小者很小 欺為同利 就是我以前在立場上反對 因為我是用部長的問題 好 謝謝 市委員這邊補充 他自己的經驗跟數據 好 那我們剛才有談了什麼 選舉經費要不要公開 要怎麼公開 還有候選人的屬性 就是這個是在認為你淡水這個脈絡 可能他根本沒有參加318有不清點 這舉例來有預定好 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講的這些東西有沒有 其實剛剛楊長正還有你跟鄭老師 他們多多少少都有講一些解法 比如說地方的電視或者是地方 或者是他基本上他要有公費補助 公費補助的話 就意思說大家基於一個 同一個標準上面去競選 其實這兩種其實跟他們講的有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推行一項制度的時候 常常是需要 我們要去用什麼東西來交換這種東西 這個是麻煩 我注重的是食物面要怎麼樣去操作 比如說我們該怎麼樣去推動電視法 或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推動說 他們都統一都是 比如說我們公辦證監會 根本就是假的嘛 我曾經去參與我們地方的公辦證監會 結果裡面就只有一兩個議員 要去登記參選 然後甚至選務人員我問他說 我跟他講說為什麼都沒有人來 他跟我講說要不是有人講說要辦 我們才不想辦 對 然後連阿伯還說連燈都不開 然後都沒有人 我們地方上的選舉制度就是這樣子 了解 對 對 好 可是我這邊只是要幫大家整理一下 一個就是選舉經費 一個是候選的屬性怎麼公開 在制度面上跟公民參與 對 那不過他剛才有補充說 其實在場上跟政這邊 他都有舉出一些方案 那請大名補充一下 不過他在care的是 通常當我們有這些制度方案的時候 你就有優先交換跟脫卷 然後現實上的運作在地方就會變成 那個樣子 那該怎麼辦 就是一個 等一下喔 你要補充對不對 等一下 那這是一組題目喔 其實是兩組題目啦 那還有一個是說 單一選區 到底是分區 或者是政黨票要再多票 還是多行事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會對 多元政黨的發展有利 所以有人聽出來說我們可能要再想一想 不過剛才聲援提到是 就他之前還不是單一選區的時候 在這個選區兩萬票就可以選得 兩萬多票喔 他後來現在要怎麼樣 八萬多票 這是他自己的親身經驗 好 所以這是一組問題 那第三個 中理在談的是說 這個反對票其實他在想像是 廢票可能不是像大家想像的 就只是投的廢票 然後廢票本身有人有做吃飯喔 他統一這個說法 廢票本身是不是也表示了 我可能對現在候選名單都不滿意 所以我只能用廢票讓他來呈現 所以廢票有沒有一個可能讓他制度化 某種的制度背後設計的想法是 我對於現在各個政黨提出的候選人是不滿意的 所以要想要把廢票這個機制也可以制度化 要不要再想這件事情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 我們不是只是看廢票制度化 大家要想的是 他後面要解決什麼問題 請大明補一下 然後他是不是只能透過廢票制度化 好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狀況是 要拿麥克風願意跟大家分享的有點集中 我比較建議的是 你剛才聽了很久了 還沒說話 也可以比一下熟識 OK嗎 然後發言一下 那我剛才看到這邊有些比的要回應 阿開還沒有其他還沒有發言的朋友 這邊這邊 所以我只說那個飛掉 我才會提自願區的問題 好 你覺得有相關聯 好 好 我先講個題材 我發現大家好像沒有惡弱的公益 可是我上次參與了那個公益路塔 其實還蠻惡弱的 所以希望可以大家推多 好你鼓勵大家 對對對 你可以怪是主持人啊 不是他 好 繼續 那我先提一個所謂制度面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我們談目前制度面 我提一個所謂的選拔法這部分 因為其實我現在的選拔法就是 還有一個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那我們現在就在做那個 什麼的百分之五十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公益法 這就是罷免的比如說這次 對 對對對 那其實就是 因為這部分的話 就是說其實 這個都是我們公民可以去參與的權 可是現在大部分台灣的民眾 對於這樣的事情其實是陌生 而且是不會感興趣的 像追擊打的時候 他們就出現空浪的事情 大家只會是這個 那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像玄熊 那個巨蛋術被移軸 這些事情大家卻沒有再去注意 甚至其他的事情 對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台灣人 我們要怎麼樣去讓更多台灣人去 正式去了解說 我們現在台灣到底發生哪些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比如說像是 像網路很方便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 電子網路媒體的方式 甚至是說用號召的方式 去讓更多人去參與 我們這些行動 以及公益環境 謝謝 好等一下喔 鍾麗你怎麼程序的問題 我先把它處理完 你再舉程序的問題好不好 欸你叫什麼名字 Ginney Ginney他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他有提到說 他們現在在推這個公投啊 他選辦法的政壇都很高 所以他覺得這個議題可能要擺進來 大家要思考一下 那第二個 Ginney我覺得會坐在這邊的人啊 應該都已經是比較積極的 所以他在想的是說 大家喔 不管是個人 或者是說跟你比較熟悉的網絡群體 團體 你可以怎麼樣讓更多人可以關心跟參與 我們現在關心的議題 他比較像是在講這個部分 好這是這兩個部分 那鍾麗你要 我剛剛給 他好像不一樣啊 欸那他坐走了喔 他可能還要去上 因為我剛剛覺得他談的 因為我們比較談選舉之外 他談到八年或者是 他好像會不會比較不夠聚焦 我們要不要更聚焦一點 好 所以鍾麗在提的是說 我們今天本來是要談選舉制度 但是通常有時候選法會連帶一起談 有時候又會覺得說 那也是大家公平見度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只是鍾麗太有建議說 因為今天的時間還是有限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更聚焦在選舉制度的本身 不過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我們可以先記住下來 好 那我們剛才談了這麼多 你有沒有其實聽很久了 都還沒有講 然後不管是要呼應上面 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見 或是你有新的問題想要提出來 關於選舉制度的話 會不會用手勢然後抖去貼 你要回應嗎 好 我想講一下我們那個 對於單一選區的這個制度來講 單一選區就是說 因為現在所謂的不等值現象 不等值就是不公平 就是說 就算說這個區域 大家提出來的一些意見 需要投過地方 然後投過地方一位來爭取的時候 你那個資源人數不一樣 就是資源的什麼一樣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說 必須要對於這個選區的這個人數上 能夠改革 改革怎麼樣呢 就是盡量讓它區於相等 像你看金門馬土 工人數那麼少 他可以選一席人數的 然後台中的任何一個選區中西東南區 那麼多的人數上選一席人數 所以他的人數上 選民的人數上就不一樣 這就是不公平的利益 那第二個呢 如果 對不起我繼續 剛才那個人數如果能夠知道 它更均勻的話 我想這樣子 這是一個基礎 那第二個就是 所謂的單一選區 可能會牽扯到地方 地位跟這個立法院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就是說 立法院它是對於中央 還會有一個修正 著力的地方 地方議會的話 是對地方這個單一 這個縣市的事務來處理 所以可能會有自己的看法 可能所謂的病例制的部分 或者是臉立制的部分 中央的立法院可能 我會比較支持臉立制 中央會支持臉立制 那地方的話 我會支持臉立制 等一下喔 暫停一下 有沒有人不清楚 臉立制跟臉立制的部分 有嗎 都可以喔 如果可以的話我才繼續喔 因為有人 我OK嗎 你要不要簡單剪一下 簡單講就好 這兩個是差不多是什麼 臉立制的話可能 對不起我可能我的 講的不曉得正不正確 臉立制的話就是 嗯 政黨票 你投一個政黨票 然後呢 所有的席次透過政黨的 以得票的比例來分配 然後臉立制的話就是分成兩種 分成兩種 就是一個我就是選一個選人 單一選區裡面我去選人 然後呢 這些選人 全國得票率算出來 再去分配那個部分群 然後他剛才是講說 他覺得中央要改成年立 然後地方他認為他的想像是病例喔 可是那個現在的地方並不是 我記得地方不是病例嗎 現在地方是 地方沒有這個問題 對啊地方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你反而覺得地方要改成那樣子 為什麼 對 可以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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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沒有說 可是你沒有說你的理由 呃 中立法院使用年立制制定位 它是概括性的法規 就是中央法規的修正 全國性法規的修正 那 全國性法規的修正底下 會有很多的施行細則 這些施行細則都是由地方 適用於地方 他實際上需要的 然後 才通過的 所以每一個縣市都有他自己的施行細則 所以呢 跟你的制度相關係是 所以在地方的時候 用病例制的時候 他可以提出更細的東西 這個人 呃 他在這個選項提出 這套法規 然後那個人提出哪一套選 那個跟病例制制度本身有什麼關係 今天我們是病例制 我也可以提出更細的東西嗎 那跟這個選項制度的關係是什麼 呃 如果是這個病例制的話 他的部分群就是 必須不能為內党的基本原則 也就是說在地方的意外上 對 他代表這個黨出來選的時候 他還是 他不能都為內党的基本原則 那這中央跟地方會有差別嗎 中央 為什麼地方就有這樣 然後我覺得中央不需要 可是你地方一定要有共識 之後你到了中央的時候 你的那個立法院的概括性的東西 你才可以完整的那個啊 好 我不知道你有要回應 可是我們也可以先問問看有沒有其他人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也有講 當我們提一個制度的時候 我們都有我們的理想 可是請想一下 現實的政治運作是什麼 所以當我們聽到有不同的理想 在他的制度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先搞清楚的是 他背後要解決什麼問題 而不是他提的這個理想或制度本身 那所以我才會一直問他問題 那等一下如果大家要看詢的話 不是直接是問他制度 他性質要怎麼設計 恐怕先去釐清他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好 那你要提批嗎 好 一個要提批 一個這邊是有的 你要提新的嗎 還是搞不清楚他在講什麼 對 你這邊呢 其實我也是不太清楚他講的 因為他剛才講的那個 不對啦 因為他單選其實兩票 一票是投 一票是投要選哪一個 另外一票是投要選哪一個政黨 可是問題就是萬一你 假設今天是以國民養黨 我投國民黨的比較少 但是我投政黨票的時候 那個人比較多 相對來講他的歧視會是MAS的 所以他講的那個病例制 可以解決說 讓這個政黨 可以讓這個地區的投票結果 更貼近這個政黨的表現 其實是不存在 因為他有可能 政黨票和黨選的歧視是 完全不一樣的結果的時候 那他的只會更接近 他不會有忠實表現政黨的結果 這是我對他那個制度的想法 好 那你想一下好不好 先想一下 那有沒有新的 請我要回你嗎 那你這邊是要 行動 那因為他剛才先舉手 我先問一下 好 在這邊 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維中 因為今天早上在上班 然後趕快吃飯 然後水比較晚到 沒關係 那我這邊一樣 我是想要呼應那個 潛艷陽先生所講的 就是 就是 像村里長就可以 不用選了 那其實 我是覺得說 像我們台灣目前的選舉 包括地方選舉 其實都還是用那個 中央規定的那一套下去選 整個地方自製的運作 都還是就是用中央的那一套 那包括地方的預算也是中央播下來的 所以中央就是六度為什麼要評審 可是因為就是 呃 要爭取更多的預算 那其他沒有升格的 就在那裡套要說 錢來法這樣子 可是 那我們今天 重點是FOX在選舉上面 那我是覺得說 像其實 我們是可以賦予 地方更多的自治權 包括那個體制的改變之類 以及地方 地方的公民 地方的政府 可以決定自己 要用什麼方式選出自己的 呃 民意代表 選出自己的行政官員 還有就是 呃 我們常常都說三權分立嘛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 地方的私 好像沒有什麼私法權 因為像 就是地方法院 然後 呃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就是法官 就是這樣子一路升上去 然後其實 地方法院的法官 對地方政治其實 沒有什麼影響比較 那 還有就是說 那個公民參與那一部分 我是覺得說 呃 就是 像 除了 增加更多的空間之外呢 其實我還是覺得 可以 就是 仿效 美國政治人物常去地方 舉辦那個 time home meeting 或者是澳洲的那個 Q&A的方式 然後增加更多的公民參與 好 呃 這個部分可能要處理 兩塊 不管是司法或是地方 你會覺得 在地方自治上面 我們應該可以有更多的想像 而不是被現在這樣的規定限制 甚至你覺得 春林講這個系統 是不是它有繼續存在 都可以重新自治它 有 所以大名幫我寫一下 這是一塊 然後第二個 你有提到的是 不管以美國 或者是 澳洲 他們的公民參與 公民跟政治有 OK 但是你的想像是 政府要提供這樣子的 嗯 場域的制度 而不是說民間這樣子 這麼辛苦 對啊 這樣子 大家才有真正的 沒有 移民都可以 所以它這一組問題 要拉起來的是 一整個 我們對於地方自治的 運作重新的想像 那它是不是可以有更多 在於地方自己的主導權 甚至它選舉的方式等等 它的想像是這一塊 那第二個才是去處理的是說 證書是不是應該要向其他國家 會提供很多公民參與的管道跟機會 那特別是這樣子手藝的空間 而這樣子的平台 應該有國家資源來搭建 這是它剛才講的兩個重點 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 那我剛才聽到信了 是不是要回應 那大家 你們在聽的過程 有任何的 不管同意不同意 或者是遲疑 或者是有不同意見 那些都可以瞬間用手勢表達出來 齁 你是信宏 信宏 你開誰 爸 那個 因為 開場有幾位 本來就認識的朋友 那我想說 那個聯醫師跟 病歷師好像有些 你覺得要講一下嗎 對 我不可能可以幫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選擇應該是 這樣就是 好 對不起我剛剛忘記了想 我先 我先承認一下我的遲疑政客 就是這樣 這是裝給貓的群的啦 因為我 就是去年選舉我要選 我現在要選擇 但是沒有什麼辦法 那 是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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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選擇 選擇是這樣 就是說 立法院立委的選舉 才有 所謂的代議選區兩票制 那 其他除了 行政首長的部分之外 像 縣市議員跟 那個 像 正式民意代表 這些 地方的民意代表 他們是 是附屬選區 像 像我們台東這次可能 一個選區要選出 好幾席的 那個 議員 所以我們就要付出選區 那 那我們現在立法 立委的選舉 已經開始擔心了 擔心了 擔心了 這個選區就是選出一席的 每一個 每一個選區 發生的結果 會是一直選出 因選擇立委 民意代表一席的 那 連一支跟平一支 也是 就是剛剛那個 跟川普有提到 就是說 這次兩票子 才延續下來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說 所以兩票子就是說 我們現在 立委的選舉 是一票是選人 然後一票是選政黨 那 連立制跟並立制的不同 就是說 在兩票子的情況下 所有的 國外議員的席制 它基本上會分成 兩個部分 一個是區域立委 好 那一個是部分區域 一部分的席制是區域立委 一部分是部分區 像現在 那個 全部立委就是 113席 然後好像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 這邊好像是70幾席 這邊是 73 73 73 然後剩下還是部分區 那 兩票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投兩票 到時候 選立委之後 兩張票 一張是選 我這個選區的 區域立委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 呃 在這個選區 得票最多 那個就是黨選 那另外一個是政黨票 那政黨票就是 所有的政黨在 在那個 選前 他們會列出一個部分區的 提名和提案 那 這部分區比如說 現在是 對不起 剛剛說是幾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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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政黨票 到時候全國全部投完 那所有的政黨 在這個政黨票裡面 得票的 比例 幾帕 然後去 去分配這個部分 這些息子 那 呃 這個分法又有分成 病例制跟年例制兩種 病例制跟年例制這兩種 那所謂病例制就是說 這兩個是完全分配的 好 就是 比如說 這是 比如說現在 現行是病例制 男人現行是病例制 病例制就是說 區域立委 選出來是誰就是誰 那 不分區這三十四席 完全就是 政黨 政黨的那個 政黨票 這兩種合格票 就決定這個不分區的 那個 那個 喜次 好 比如說三十四席裡面 呃 剛剛講說現在是修成 沒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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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政黨付金 就是說 政黨票有拿到 5%以上的政黨票的政黨 才有 去分配這個不分區喜次的資格 那比如說 呃 下一次的選舉 那 還是只有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有拿到 5%以上的政黨票 現在協委生 沒有 沒有 那個是選舉 補助而已 其次分配 現在還是5% 那就是說 假如說 舉例就是說 下一次的立委選舉 還是只有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有拿到5%以上的政黨票 那就只有這裡的政黨 才有區分 才有 也有 取得這個不分區喜次的資格 那就是依照 並立制的話 就是說完全依照 比如說 下一次 政黨票的部分 那個 嗯 國民黨跟民進黨 各拿到 6成跟4成的選票 那這34期 就 按照這個6成跟4成 去分配這兩種 那 連立制的意思就是說 欸 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國民黨拿到6成的選票 6成的政黨票 民進黨拿到4成的政黨票 那是 這個區域立委已經產生出來的情況下 去把全部的立委席次 就是 加起來 是 國民黨是6成的席次 然後 民進黨是4成的席次 這樣比較要連立制 所以 連立制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 如果我們希望 小黨有多元政黨生存的空間的話 是 比較要支持連立制 因為 他 小黨即使在任何一個區域立委 他都沒有其次 但是他還是有機會可以 透過這個連立制 取得 國民進黨的其次 5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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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 其實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講解有點不太清楚啦 簡單來講 因為 因為喔 因為他剛才講說 小黨能從這個東西得到更多空間 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是固定的 小黨要得到更多空間 你要背除說5% 他5%得票率以後 他才能得到取得各種旗幟 不管在並立制 或在連立制底下 他的得票 票數 假設是1% 2% 就可以取得到行次的話 這 這才是小黨能取得到生存空間 的一個辦法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 其實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連立制就是 拉丁選票 一票制而已 因為他只要投完以後 他就可以知道他政黨 他在這個地方拿到多少票 然後拿到多少票 之後就決定他有多少 不分區域把委員 所以其實 如果你當你吃連立制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 單一選區一票制而已 他沒有單一選區兩票制 就是這種 對 但是呢 我會希望我們討論 否則變成政治權 ABC 對 這樣子的連立制 會不會壞掉 我們回來一下 好不好 其實剛才不管在談分區 不分區 在談的是 欸 哈囉 回來 我先確認一下 大家用手勢不用給我看好不好 這非常重要 我們討論這些 大家四肢都統一 應該要打破現在兩黨 或是單一政黨 可以獲得 在現在的選舉制度上 獲得比較大的立委其次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多元政黨發展空間 這個概念 前提四肢大家都統一 因為我想知道 是不是有人覺得要兩大黨 不是 好 所以前提是在這個嘛 就這個可以把它囑集下來 這應該是今天大家最 最清楚的共識 那在這個共識之下 所以我們會處理的是 包括 席次 門檻 還有票票不等值三組問題 所以大家覺得現在的席次 齁 可能是 不分區的部分 你覺得應該要增加 我想問的都是原則性的問題 我們不要陷入在 聯力並利 還有等等現在單一選區 或單一選區 中央地方 還有你自己政治模型的想像裡面 因為每個人的政治模型想像不一樣 好不好 好 你覺得 我先問 你認為 你認為現在 互分區 就是政黨票 他的門檻應該要成 他下修的 你同意的這邊舉手讓我知道 好 這樣就很清楚 5%我們都覺得應該要下修 不過 剛才 有不同的討論是說 是不是應該不要有下線 而是定上線 還是說 像剛才常政會擔心 有極端政黨出現 是不是 我剛剛說 不要有上線 不是 不要是不住均 不住均 但是就是不要有下線 這個是嗎 是1% 不是 就是你 得票率 對 得票率是多少 如果你有一席就是一席 門檻席次 對 跟政黨補助金 這是兩件事 對 但是講是門檻席次的問題 那你剛才也是 你的想像是席次的部分 沒有辦法沒有下線 是不是 還是是補助金的部分 門檻席次的部分 對於他要不要降 我們有答案 不做法 可是我擔心的是 我擔心的是 降到他已經變成小黨 對於這次是一個沒有效益的領主 好 所以我們就來問喔 你覺得 政黨票這個門檻 你認為在這個 我們大家共同的 政治想像的前提下 你認為門檻 你同意應該要降的 可不可以用手是筆給我看 你同意應該要降的 有人沒有舉手喔 有人沒有舉手喔 你是指說要從5%降低間 可是我還沒有會說降多少 降多少 多數是 可是有不確定的 對不對 這邊是多數是 但是有少數不確定 確定 好 那剛才除了你藏這個之外 你比不確定 或是你沒有舉手原因的 可不可以講一下 確定 對 為什麼 你覺得不確定的他 為什麼要降 對啊 因為就是像剛剛說的 會不會變成小檔 會變成關鍵器 就是多數的小檔 那都會造成那種 意識時間的浪費這樣 所以你又 你是不是有點 有一點暧昧 你又想要有多元鎮長 可是你又怕有十幾個鎮長 整個醫師會癱瘓 那你覺得怎麼辦 還是你很暧昧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開始 所以我覺得 很好 你還是會擔心 從醫師運作上 很多黨不知道有沒有很容易 就可以癱瘓 萬一是非可能 那個問題 好 你要回應是不是 周琳 我想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擔心那個 太多小黨林立 然後變成太多元 然後出現極端政黨 那種狀況 我覺得要回歸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相信的那個自由是什麼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 假設台灣很類似出現這種 這種極端的這種 把西施政黨的時候出現的時候 那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是相信 呃 假設說民意 民意機構 是一個代表民意的單位 那這樣的聲音 我們 我們是可以完全允許像這種 講仇恨言論什麼 這種 好 那種 郭蘭清的 什麼的 他如果是這種的政黨 然後可以進入到 立法院 那我就是要完全禁止他 就是回到說我們 比如我們前一陣子談論這個法國 那種 我是查理那個 查理中漢的事情 一樣 你可不可以容許到 這種這麼極端的 嚴重的政黨的時候 可以進入到國會裡面 就我認為 我覺得說 呃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真心相信民主制度 就是說 這個民主制度 一定是必會把這個 所謂的 它極端要念頭它也可以出現 可是 在這個 國會裡面 它一定還是有辦法去 去抑制到這些 所謂極端性的 證明的 好 所以這種也是要補充的是說 你認為 這是 當有這樣子的 疑慾出現的時候 你認為就是 好像每個人對民主自由的想像 然後對別人的言論 保障到什麼樣的成果 對 所以這兩個形式 有兩個價值在那邊 對 就是我們要去考慮 我們台灣的這個立法單位 我們需要它是怎麼樣 來出現出什麼樣的價值 好 你可以馬上又回應 有兩個要回應 但是 我知道 那要隨便有人更新 擔心 那個長生亂天關係的話 就是說 這時候主持人 也會有主持人 要講的 就是 感覺你不覺得現在有點緊斜嗎 都是激哭的 這有點 那激哭的 都是 怎麼樣 一個很順利的狀態嗎 要取手 其實我覺得 用擔心 再怎麼激烈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人發展的空間 我覺得台灣現在也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價值得很高百分之一 多元才能夠進去 但是配套就是 國會電視轉播法 還要配套第二的 也就是表決要進來 你表決 你要問你自己的表決內容負責 你不要就是說 如果你到外面 你在上面質詢的時候 是一套 下面的時候 你在投的時候 不敬你 你當你贊成反對 沒有人不知道 那根本就不會 你就是敬你投票 可能用國會手機投票 謝謝 好 我唱的好戲 我等一下 小委員在講的是說 他也贊成 剛才周明的這個拜託下來 但是他認為有一個配套很重要 既然就算真的極端想像一個情境是 立法院真的有很激烈 激進的那種各種的言論 我們都讓他進場 可是我們配套 就是讓大家看得到可受公平 評論的評好 所以這個制度的配套 他認為 如果有這樣子的配套的話 那或許這個擔心的大概都可以降低 然後甚至透過這樣的制度 讓他往下一次 比如說投票 他就會再考慮要不要再投給這個人等等 所以其實有立足的配套在後面 阿多阿是 謝謝我們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 因為花比較多時間結識那個 那 我剛剛其實還有一個要回應的 就是那個 那個長正大哥他講的那個 那個其實 因為我這次選的是村立長 然後在上次的那個 草根論壇我也有講過 就是說 呃 我也覺得其實現在的村立長 他的定位 角色都很窩 那 其實針對村立這種最基層的 行政區化 應該是把它改制成 類似村立委員會這樣的治理模式 是比較理想的 那 另外剛剛討論到說 呃 選制後的門檻這一部分 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呃 我自己是覺得說 其實 補助金的門檻 真的是 呃 那個真的是可以完全取消 好 那 但是席次的門檻的話 我覺得 技術上不可能完全取消 因為 技術上完全取消 那變成說 任何一個小檔 他只要 只要 政黨票有得一個零星指票 那我們要怎麼認定 好 是適捨無路 或者說他 比如說他不到1% 好 比如說現行的 34 但是 但是現在的門檻 5%顯然是不合理 因為現在 不分區是34型 好 就算這34型 100除以34 大概 3%左右的 得票 就應該至少要一起 好 所以現行的這5% 顯然是不合理 然後另外剛剛其中 講到說 那個 我想 這兩個應該都有影響 就是說 病例制或連例制 就是跟那個門檻定在多少 或者是完全取消 其實對校長的生存空間 都有一些影響 好 我們謝謝 我們補充 等一下 關於村里長這個改成 自治 自治委員會的概念 我們讓地方 自治這邊 地方政治再來處理 不過剛才 大家 回顧一下 大家都同意 現在 我們對於新的議會的政治想像 是應該要讓多元政黨 有更多的空間 在這個的條件之下 我們第一個 比較多數 現場看起來的多數是覺得 現在5%門檻應該要下修 但是有一些保留 或者是不確定 那個保留跟不確定來自於說 會不會有極端的政黨 或是激進的意見 然後整個意識的效率 那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到底要下修 可是運作上可能完全沒有門檻 也會有清算跟運作的問題 那在於議事效率的這部分呢 剛才就有提到說 這當然對於我們每個人 對民主參與的想像之外 其實可以透過制度的配套 讓整個在議會裡面的發言 審議過程 就是公開轉播 然後可受社會公平 這是剛才這部題目的問題 在大潛艇5%形式的發揮下修 而且是為了這個 多數人都合意 只是 白砍怎麼修 看他要不要有配套 大家有一些討論 這是一組問 好 那跟正教合意 第一點就是說 我還是認為說 那個下修門砍之後 常常擔心那個極端政治力的問題 他其實就體現在就是說 你要讓他在體制外 還是在體制內 如果你不給他政治空間 他就是在體制外發生 透過社會運動去衝撞 但是如果你給他空間 就是在議會的殿堂裡面 大家在獎勵 那如果說再配套那個 資訊的透明 然後公開 然後後面的參與監督 整個監督機制的完整 某種程度我會相信台灣能力的集體智慧 這是我肯認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說 我還是認為 應該要朝向那個多席次大選區 我有兩個根本的原因是 第一個是 大選區才有辦法集中理念票 對於一些有理念的價值的人 他在一個比較大的選區 他跨區可以證取到不同的選票 就是不同區域的選票 現在的狀況是 你看高雄市或台北市有一些 近北市有一些選區 他的那個選 議委的選區 劃分到比議員還小 那這些 他的選區通常比議員還小 你想想看這些政治人物 怎麼培養出 能夠帶領國家前途的 格局的政治人物 怎麼培養出這種政治人物的視野 他整天都在搞那個 很小小選區的選民服務 然後他怎麼連沒有 根本連縣市格局的 政治人物都沒辦法產生 不要講國家格局 這對整個國家的培養政治人物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那個殺死 除非你改變政治文化 我正在現在這個狀況下 我認為其實是非常非常爆發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關於那個 並立志點立志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比較簡單講 就是說 就是說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 你五個合勝就是兩棋嘛 但是不合理嘛 理論上講其實應該要降到 就是三個合勝你就是有一棋嘛 這樣就票票等著 否則你那個 沒有到恐怕的票都浪費了 這不合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並立志跟連立志 如果以綠黨的狀況來講 就是說 如果在並立志的狀況下 2012的選舉 綠黨是一席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採取連立志 連立志就是 所有加起來113席呢 就看看你的政黨比例先去分配 所以綠黨如果得到1.74% 就會有一席地位 大概就說 可是等於是呢 你區域拿到多少之後呢 比如說你國民黨 你本來有總共有50期 你如果在區域拿到30期 你不分區就只能拿20期 你總共總數就是50期 所以如果就連立志來講 對綠黨2012就有一席地位 大概是這樣的情境 所以我們其實 選制上我還是比較支持連立志 包括地方選舉兩套子一樣 我們比較支持那種連立志 這樣比較符合一個 就是連立志有助於扶植政府政治 的良性發展 謝謝 好 那等一下齁 這要補充 回過頭齁 我們先 剛才確定的兩件事情 大家應該是OK是清楚的齁 那接下來這是喜次的問題 那剛才跟正在補充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來處理的是 並立跟連立的話 簡單來講 並立就是它有可能 其實全國的票數 拿的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的喜次貴有可能比較多 而不是回到它的真的票數的想像 那跟正會認為 以它的想法 連立志反而才會是回歸到 真正的那個民意的表現 然後對小黨的生存空間也會比較大 所以我想要請大家比一下齁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我的第三組可不可以表示一件一樣 你認為要維持現有並立志的 你同意維持現有並立志的 你可以舉個手 還是你不確定的也可以啊 不確定齁 還是不確定 很多人還是對這件事情 不是無啊 就是有部分齁 還是不確定 是搞太清楚 到底是不是連立志 對連立志的決定 對連立志的決定 是很大的 是從頭連立志還是 OK 長正在問的是說 你是對這兩個進度還是不清楚 還是因為就算清楚之後 你還沒有辦法做決定 這兩個不一樣 你剛才是還是聽不清楚的 可以先舉手 你還是聽到這邊 都聽都會提耶 舉手一下 不要害怕喔 因為我其實被講到快要聽不懂 你還是聽不太清楚是不是 我撥一個點就是說 他剛才講的 如果是聽 恩正說 並立志 他比較傾向的並立志 是不是 並立志 並立志啊 對 他現在問的是 大家是不是覺得還是要維持並立志嗎 OK 那如果有典立志的話 剛才我提到 就是 資源沒什麼壟斷的事情 因為綠黨的資源很小 但是 他怎麼可能 變成選擇連立志的話 那你來聽 這樣就怎麼講 你幫他擔心那麼多 他來回憶 其實是分配 所謂連立跟並立 是一個分配方法 不一樣 分配方法 並立志就是說 現在的區域跟不分區 就是區域選出來 比如說 國民黨得到這些 然後其他的是民黨 然後呢 其他小黨是分到這樣 比如說 這邊假設是 50 這邊20 隨便 先這樣 然後 這邊就是看你的 那個得票的比例嘛 比如說 你得到了 一半 那你就會有17個席次 大概 假設是這樣 那這就是 等於是兩邊分開計算 連立志是 合在一起算 合在一起算 比如說 假設是 113 113很難算 113席 比如說你的正常票 你拿過了50%的正常票 那你的國會的席次 總數就應該有 34個50% 50% 反正就是你要有一半的席次 那一半的席次怎麼產生呢 比如說 你區域已經給人家拿到了 多少 47 好 你應該有啦 總共這樣是幾席啊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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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已經給人家拿了40席啊 你這邊你只能拿16席啊 你這邊只能拿16席啊 你這邊只能拿16席 不管你這邊得到多大的值 你就只能總數條件 只能在這樣的席次下 但是現在的狀況不是這樣 現在的狀況是 民進黨 他的那個整個得票 率其實是40幾嗎 45左右 45左右嘛 可是他在 他在那個立法院的席次就 就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典立志其實 典立志現在是對民進黨也不利 理論上講 對將來的國民黨也不利 假設 2016國民黨慘待的話 他就會面臨到 跟民進黨同樣的狀況 所以坦白講 駐立志現在海修憲是對的 因為這個對 將來衰弱的國民黨才有力 那對小黨也比較有利 會比較公平一點 旅論上也有可能說到 你在 呃 我的政黨得票率 我是50% 因為不犯人席次 對不對 可是呢 區域立委全部被我拿下來 那區域立委的席次 總共有就已經佔了 百分之一了 有可能嘛 所以這個時候 國會的總席次會變動 會多出那一席 這是典立志的精神 基本他是這樣 所以典立志裡面 他的好處是說 如果我根據政黨這次 這是票票等值 比如說你在金門你都是輸啊 你在巴鼓你都永遠都是輸啊 你在原住民選區都是輸啊 你竟然是要講的一開始就先出實施了 但如果是連令志的時候 那沒有關係 我區域分配完了 我會分配到部分區來 而且他的區域跟部分區的名單 可以是同一份的 但是政黨自己去分配 那現在的情況就變成說 比如說 我去苗栗選一位 衝突要幫他打正將的票 但是我倒帥 把人家做過文庫 這本就變成這樣 那對於小黨來說 你當然就是說 有全國的選舉上 你怎麼樣去滾宣 宣傳的問題 但是至少比你在區域裡面 要過半 那小黨你就不可能過半 跟我全國平均 拿了三號 就分三八的形勢 所以當然是對於多元民主 是更有效的 我剛剛是擔心說 多元的另外一個現象 大家知道 東歐的國家 大部分選舉的結果 沒有震撼出過半 所以有時候會熟了半天 主不捨證明的 好 那大家可以理解的 不過 我回來 等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們剛才在處理的是 這個選制上分配 是票數嗎分配的問題 到底是要分開算或一起算 然後剛才呢 比較多數還是覺得應該要點力 可是有少數會有些擔心 對不對 那那個少數的擔心 可能包括有一個可能是 那個意識的穩定 還有的是說 還是有人擔心小黨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可能怎麼會去處理其他媒體的問題 不過因為選制 他這個處理的不可能是所有媒體 那可能要通過公費啊等等 他可能會進行補助 不一定會是在一個制度裡面 就可以處理所有的問題 這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你剛才提的問題 是不是其他的部分來處理 那在我們剛才談了 最大的共識多元政黨的空間 還有第二個是說 關於門檻 那個門檻是不分區域行事的門檻 不是補助的門檻 然後第三個是分配的方法 這大概有談了一下 那我們第四個再回來談說 現在扶助金在1月21號 現在是修到3.5%嗎 3.5% 3.5% 要3.5% 這個投票的門檻 你才可以用50塊 一個人50塊的補助 每年 每年嘛 你一票多少就50票 50塊 你覺得這個門檻 你同意要再下修的 你會批評我 你同意應該要再下修 好 這個反而錢的問題大家都OK 好 所以補助金大家都覺得 5%應該要再下修 那剛才講的是 5%的席次門檻 多數也覺得應該要再下修 只是小數也對於這些不確定 可是這個不確定 所以大家提出來 是要透過制度配套來Cue了他 讓他更好 這是剛才的討論 然後到分配方法 接下來 這一個部分 我最後只是要處理一件事情 第四個 選區 剛才有提了 那個選區 選區在處理的一個 剛才的想像是票票不等值 然後再來是 對於不要立委做小巷里長的意思啦 好 這是他剛才提出來的建議 不過 這個部分選區 關於票票票不等值 或許也可以透過病例連例這一塊 也要有一個部分的處理 不過我要問的是 大家是不是真的都贊成 現在的選區劃分應該要重新調整 你是不是都同意現在的選區劃分要重新調整 在剛才幾個不同的因素之下 好 好 我現在看起來帶的都是齁 所以 我們現在完成了四個部分齁 你看我很仔細的在跟你們確認齁 第一個是 今天大家都覺得多元政黨的議會 這個政治想像是大家都期待的齁 不是現在的兩大黨 第二個是 他們在部分區域的這個當選門檻 應該是要從5%再下修齁 但是我們剛才還沒有去處理 要怎麼修 修到幾% 可是有人提到的是 這個部分他會有點擔心或保留的 包括意識效率 要進進政黨 但是今天也有人提到說運作上 可能完全沒有門檻 他覺得這個在計算等等會有一些問題 實際運作的問題 不過剛才最大的結論是要有配套 這樣的運作才會有一個民主審議 然後監督全民監督的一個機制 那這三個 這兩個部分之後 聯力、應力 多數人還是覺得 應該要分配方式改為聯力 以及選區必須重新調整 把這個重新調整 至少有這兩組不同因素的考量 不同因素是什麼 票票等不等值 還有 不要讓地委作朝的便利 那你的confuse是哪裡 剛才信仰是說 簡單再用一兩句話講一下好不好 你剛才說不可能計算上沒有門檻的原因是為了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只要 基本上只要 只要登記政黨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提不分區的候選人 那你 如果說 那個 席次分配的 那個門檻完全取消的話 那如果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政黨 那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政黨 他得了0點幾票 那 技術上還是會有一個 最後的門檻嗎 就是說 至少要分配他一起的 可能是 比如說 45度或什麼 那其實就是有一個門檻在那邊 我覺得那個門檻是不可能 席次分配這部分是不可能 我完全把 那個門檻歸零 那倒是 倒是那個 補助款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是完全可以取消的 OK 好 好 你會建立 希望我們 進入上 就是實際去做的問題 然後就是 就是在對民主想像 不會把它拉開來處理 然後所以在這個部分上 你覺得實際去做 不可能是完全沒有門檻 好 但是呢 在我們對於一個民主 參與想像去做底下 他可以通過制度來設計 這個要把它分開 彈會更清楚 好 那你一樣 所以我問一下請更正 對那個大選區的想像 他指的到底是 現在是 桃竹鳥為一個選區 或者是 北北京的選 這樣 還是維持同一個縣市 同一個縣市 比較大的選區 剛剛 整個人先走 以前是 以前是中選區 中選區有點像是 類似現在有一些縣市議員的選區 就跨好幾個區域 然後呢 這裡面投出幾個人這樣 比如說分成北區或南區 然後選出多喜次的建議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直討論門檻 但是都沒有一直討論到上限 談到沒有真的沒有上限的問題 這個沒有 這個確實在 我了解各國制度那種 政黨票的 政黨 就是政黨票的那個部分區 好像沒有什麼上限 你看 你看 委員常常沒有什麼情況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我看到 我看到很多人要回應 然後有人一直在想像制度 我覺得很好 可是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回去可能也要做一下公證 說到底有沒有上下限 可是我現在突然想到就蹦出來 我可以回去查一下說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啊 我有看到你要回應還有 我這邊是 你要問什麼問題 還是我想要問這個 問區跟區域立委的 其次比例是 其實有可能有調動的空間嗎 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今天討論的其實 是有覺得 多元政黨的可能的 入口 還是在不分區上面嗎 因為 如果是以議題 或是一些想法上的 候選人不太可能 在區域立委裡面 得到其次 或是難度不掉的話 對 所以你覺得 可以有強整的空間 你是說有沒有可能 透過修憲或修法嗎 你要問的是實際運作 有沒有有空間嗎 對 還是說在修法上 制度上 可能可以這樣說 這是兩件事 就是我覺得 它是我們朝向多元政黨的 是比較好的方式 對 那 只是 不知道 因為我今天來聽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像我家裡的那種 長輩親戚們 他們只是選 那個 會對我有利的候選人 其實我覺得 那是 相對不進步是沒有 我覺得他就是 選他想要的政治 原物來服務 那 但我們覺得現在會產生一些狀況 那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我們在考慮這些 這些 立法委員的代表性的時候 其實 也要考慮到 有一些 普羅大眾人 他們的需求 他們可能就是把它當作 村里長來用 雖然我們覺得 這樣子是不夠進步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剛剛好像有提到說 有一些地方的派系 是不是能夠政黨化 我覺得這或許也是一個相關培法 因為我會覺得 就像幾個大黨 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他們提出來的政策 即是可能大部分的 屬於國民 他們並不在意 那就是一個很怪的現象 就是 他們提的不分出 他們提的區域立委 那些理念 跟他實際在做的事情 是分離 那我覺得那其實就是 會有一些需求 選民的需求 是類似區域性的需求 那如果有類似地方的政黨 能夠提出地方的候選人 他們在區域立委裡面 滿足這些人 那我們覺得有一些多元的意見 需要進去的 都是從不同的管道 不管是不分出 或是其他的管道進去 或許會比較近 區域是歸區域 可是到底你想像的 那個村里長的服務 是里長要來做 還是議員要來做 還是令委要來做 這個是另外一個 好 我們一個一個處理 我剛才看到跟正人要回應 然後我也想要再鼓勵一次 我今天已經口水長得快要低下來 可是剛才都還沒有發言 你可以舉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那個部分區 部分區的歧視比 因為各國的選制不太一樣 其實部分區的歧視越多 或是全部都是部分區的這種選制 對於政黨政治的發展是最堅決的 他就是不會去 就是都要透過黨內的民主 去產生候選人 他不一定要透過 就是那個區域候選人 直接去面對選民 所以兩者情境不太一樣 然後 那這些其實本來 各世界各國的歧視 都會有一些調整的環境 然後第二個是 我對於那個政治的 政治的那個 就是所謂政治代理人的階層 我覺得還是要分清楚 比如說 市議員本來就有市議員的選擇 然後 國會議員就有國會議員的選擇 你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113期的立委 要主管國家大事 然後整天都在打地方紅白天 這就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還是要對等 我也不認為說 那些 場民的一些需求不應該被滿足 可是 我從很多這個國會議員的服務處 我看到的是 整個國家體制是完全失禮 你很難想像為什麼 立委服務處要發展成 像醫院一樣掛病號 那麼完全制度化的這種服務形式 完全都在處理個人的小事 私人小事小力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錯誤的事情 好 所以剛才跟政要講的是說 不是要護士 還是有這些選民的 這些請託啊等等 但是這樣子的公共 若他府的公共性的請託的話 他應該在什麼樣的政治階層來處理 那或許議員 或者是說 現在還有一些市民代表等等的部分 會不會是更適合 所以大家可能要再想一下 好 那你剛才買護士什麼 好 台灣的公共有被護士 大選區的服務 對 台灣的公共有被護士 就是小選區的選民 是不少 所以政策服務其實比較小 可是 我們想想 議員是採取中選區的制度 那 他們的政策 政治格局就比較大 還有以前 我們以前 立委 是採取中選區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政策格局大 剛剛 在早些時間的時候 楊長正先生也說 以前不是有什麼商保 還有那些 拉里拉招的什麼東西都 雖然說現在小選區 有很多的缺點 可是至少 那些 拉里拉 我這樣講 還有點太敏 那些拉里拉招的東西 好像比較少 而我個人 我是覺得說 當然現在這個 113期實在是太少了 可是像我們的議會制度 本來就是一種 代議政治啊 像今天是議委無選 那像這一區 台中 東 南 中 西 東南 中西吧 就是你們要 就是我們要從這些候選人當中 選出一個人 代表我們這個地區的選民 去國會 去行使職權 去通過法律 去行使統一權 去通過預算之類的工作啊 那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格 那你同意席次要再增加 可是你對於一個正提到說 到你小選區 或大選區 或中選區 政治人物的格局就會比較大 你會有些疑惑 席次要增加 然後而且也要重新劃分 因為現在實在是太不合理 好 只是你對於他這個論述 你會覺得有這些提醒 不過你看到的是 好像也不見得如此 是嗎 好 那我確認一下 我們現在處理完 最上位的經濟 多元政黨的政治空間 還有門檻要下修 但是有些 有少數人有些保留理由 已經在那邊有實際運作上 還有民主想像的配套 然後第三個是分配 必利跟給力制的方法 因為比較多人是覺得 應該改為聯力制 但是有少數不確定 包括當然看到省委員也是不確定 然後第四個處理的是 輔助金大家都覺得 即便是3.5%門檻 都還需要下降 有人是甚至提到說 根本這個就不應該有門檻 跟門檻 在那個門檻計算 就是形式是不太一樣 然後第五個是 選區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劃分 包括可能的一組原因是 票票不等值 以及現在的選區 是不是要拉回到多十次大選區去處理 會有人提醒說 是不是大中小選區會影響政治的格局 過去看到的經驗好像也不一定 那這是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呢 因為剛剛有人提到 政治階層有地委議員跟代表嘛 那有一組問題也蠻大的喔 就是地方自治的這權利 雖然是從選制去拉出來的 有一個想法是說 自己地方的選制應該不是現在中央 甚至憲法可以管理你們啊 應該是地方他們都有 隨時有這個討論跟變動的權利 也就是說自己選制自己可以設計 大家對於這個方向是同意的 可不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 你同意自己的選制 特別是地方的部分 好 所以這是一半一半喔 那 這可能特別是一半 就是說我們講選制是選舉制度 它是地方自治的自治方式 比如說縣以下的鄉鎮 我是要選鄉長跟鄉民代表 還是說我變成是Town把 這是一種的意思對不對 另外意思是說還是按照現在的 這個鄉鎮公所 縣市公所 這樣的選鄉鎮市長 要選鄉鎮市民代表 只是選的方法改變 我覺得有這兩個意思可能要請問一下 那你覺得選的方法改變又是什麼 蛤 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說你有你自己選辦法 或者說這個我有部分區嘛 你覺得自己切勢變成一個州 自己要選自己 地方自治的要不要一條邊啦 全國一條邊啦 所以剛才比較多的不確定其實在這邊嘛 全國是否要一條邊 這個部分是不那麼確定的 一半半 那第二個拉出來要請大家談的是說 那大家贊成現在的村里長機制 改成類似一個村里自治委員會 他比較多些人共識覺得這樣類似的概念 是嗎 你同意的可不可以用手勢比我看 好 有人有一點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是要拿的對不對 那剛才有人呼應是信仰嗎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那個想像是什麼 這個關於那個村里長制度的變革 我的想法只是說 其實現在的村里長他的角色跟定位是很好的 那而且應該說 多多數的民眾對他的職權的認知跟法律上的規定 也是有很大的落差 其實村里長他跟比如說鄉州市長或縣市長不一樣 他其實不算是一個行政上長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行政權 他沒有 他沒有預算編列什麼這些權限 然後另外就是說 村里長他也沒有一個跟他對應的 村里 村里代表會或者村里議會去治 那 基於這個前提還有就是說 那可能台灣的現狀有一些地方派西狀假的問題 我會比較傾向做把 把村里的這個治治把它做成一個委員會 就等於說是合一致的一個制度來 來做這個小區的治治 等一下喔 他剛才有什麼想法 你要回應他 那我想問一下 那 看就這樣 因為 范瑋已經先說他村里那麼小 我們這樣可以直接用直接選舉的嗎 直接民族貿易 在透過這個委員會 就是 這個委員會 直接一起來討論 那他為什麼還有一個委員會 這樣一直就 就是選了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喔 你想要 你現在就是在那個系統裡面 你想像他的機制運作法 也要處理的這個 那你們其他人現在要講什麼 我想要問一下說 所謂的村里的自治委員會 他同時要處理村里長 還有所謂的社群地方里的社群發財協會 他是坎派在一起的嗎 還是他只有處理村里長的委員會 好 那你這邊要問的是什麼 我只要問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形式 算不算是動自理委員會 你說那個想像 你希望嗎 你希望是類似這樣子嗎 呃 你是不是最基本 你覺得這是最基本 對 起碼要擺得下這樣子 喔 好 那 來 村里委員會很簡單 就是 他變成是核一支 然後 村里裡面的事情 熱情關心的人 可能就是差不多很多吧 我找7個 10幾個 看我們平安頂多少 也許是按照你村里的人口 那你說 如果說每一件事情是全村里的一起來決定 那我跟你講 台灣有很多的理 超過3000人 選民喔 選民喔 你大概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 而且到底誰來提 高雄市有3萬人 所以我想可能還是有委員會話 委員會話之後 至於 至於 這個社區發展行為變什麼 我覺得社區發展行為很簡單 就是回歸人民團體 設政單位民政單位不要再給他特殊的待遇 跟特殊的地位跟特殊的預算 所有人你只要成立社團 你自己都可以自己去決定 要不要去爭取敬佩 去做些什麼東西 那現在變得是政府單位 還透過他對於社區發展行為的補助 其實還干擾了村社層次的 這個小共同裡面的權力的生態 而且經常是造成很差 那我的看法其實還不只是村里 我連鄉鎮都可以合一支 變成理事會 還有我剛剛講的縣議會 縣議會沒有增加一點吧 其中一半也 我們也來連立志 也有政黨委員代表 這樣子你就會誕生一整批新型態 新型態的基層政治人物 後來現在我們的政治人物 都是從地方買票員進行上去 每個議長都可以到 台灣百分之九十的議長都可以到 好 在百分之九十就是 配到的議長的狀況這樣 你這邊要補充嗎 好 那我先處理一下 剛才長正的補充是 他認為這個村里自治委員會就是九合一致 而不是由單一一個村里長之類的 那有人問到說社區發展協會 他就應該回歸到人民團體法 而不是在現有的機制下他居然可以乾 就是破壞那個村里系統的運作 有可能會變成這樣 或干涉 那這是剛才對於這個部分的補充 那你是要再釐清這個部分嗎 對 我也有一些看法 就是說因為現在其實台灣的那個地方自治有兩種 你走了兩套 一套是縣市 一般縣市 那一套是直轄市 那直轄市市長下來的區長 本來的鄉鎮縣峽市長都是選舉的 現在變區長 區長就官派嘛 那一般的縣市他的鄉鎮縣峽市長 他是選舉的嘛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把它修好為統一 有一個提案是你認為直轄市跟非直轄市的村里區長 應該都要有同一個 鄉鎮縣峽市 鄉鎮縣峽市 都應該跟區一樣 或者是只是一個概念上就是說兩個不要分 就是不要分兩種 所以直轄市或非直轄市的區長鎮長 你覺得這些都應該要一樣 那是官派還是明確 應該是要明選還是要官派 你覺得要官派明選到OK 可是你覺得兩邊不要有不同的資料 只要不一樣 好 那區長下面 像直轄市下面的那個區長 區長下面的理長還是有選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我真的你的意思 大家有沒有聽不懂的可以舉個手 我都聽得懂喔 所以他是覺得可能可以有一個提案是 不要有直轄非直轄在正長區長這一塊 有的是官派的 有的又是明選的 又產生區長他其實是官派 可是底下的理長卻又是明選的 對 好啊大家對於這個提案 你同意的能不能舉個手 有些人還是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可是我記得那個制度是因為當初要裝武都的時候 他才又變遷出來 對 問題就是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他 對 不是專武 蛤 本來直轄市裡 本來直轄市 本來直轄市 甚至省轄市也都是區長 這個我們紀錄下來 然後就是說 我們也把他原有寫清楚 這個報告記錄在最不知 就是說他這個提案大家覺得是可行 可是但是又遇到一個 屋屋 屋屋 屋屋屋 屋屋屋 屋屋屋屋 屋屋屋 屋屋屋屋 這個部分 那怎麼回去面對這一塊 這的確 涉及到比較複雜 陸生有另外一個資訊 台中市多少人口 大臺270萬 這270萬人口的城市是一個 在當地最草根的支持團體 對不對 沒有更小的人 對不對 你覺得合理嗎 所以草根的支持團體是一個2海70萬人口的 一個支持團體 我覺得是非常多人 所以其實我是主張區域要選 只是他對台灣的政治太失望了 講到要選就很討厭啦 說要選啦 說要選那麼多幹嘛 所以問題在回到就是說 鄉鎮市區鎮的層次 我們的制度要不要重新設計 是用現在的方式 還是用像美國那種Mumbo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或是美國有些團體 他也是用委員會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我不贊成說 那個 現實不管是指甲師的現實 以下的制製把它取消掉 就像過去民進黨國發會 我們說要凍結鄉鎮選舉 為什麼 因為太腐敗了 落到這個標準 他每個線都不要選 因為都是貼到 所以我覺得 那個草根林安法 不需要給他實際的生活 如果你幾百萬人 是一個最草根的自治體 這很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沒有 東京有選區展 等一下齁 因為我真的覺得有點擔心 都是幾個 而且居然都是性別上的 都是偏男性 對不起 我有點 都是 我不知道 什麼業務力才在 真的 我就不要太細了 這是有點性結 所以我想要回來處理的是 剛才大家都有提到 地方自治這一塊 就是他的自治 他的規範可以 系統可以重新設計 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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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到連他的選制 都是他自己設計 或者是說 我們對村民長的想像 變成他是一個合一制 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那 剛才有人提到說 他認為區長 政黨這個部分 應該要回歸統一 但是他不 care 是官派或是連選 不過剛才長正在提醒的是 應該 參與這件事情 他有非常規模 從最小說最小 應該不可以透過說 都是官派等等的 而打壓的那個地方 朝這個組的可能的宣長 即便他可以背黑到 或是等等操作 但是他要提醒的部分 好啊 你要補充的是什麼 不過我只是有疑問是說 常常講的那個方式是說 我們應該要依照人口 或是說 人口和土地他膽态的方式 然後再去選出我們最少 應該哪個地方 必須要有一定的自治方式 就是我們的自治 應該是要用人口去去用 然後還是一些區域來選擇 對 我還有 台灣的草根的行政區 在清代它本來是自然形成的香莊社 而且是政府的權力沒有到達之間 它就有了 然後呢 這個共同體形成的時候 他會慢慢會進他的公廟 公共的任務 所以那個公廟 其實是一個共同體的象徵 然後他的自治也 透過那個廟的委員會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關於地方的事情 然後後來政府的立行進來以後 開始任命莊的總理 一開始莊的總理 是任命你既有的社會領袖 後來變成他在社會領袖中 他去挑選 所以最後莊的總理 到底是代表人還是代表國家 所以人民的過程裡面就是這樣慢慢轉換慢慢轉換 最後事實上我們只好跟自治體 選出來的人不是代表人民 也是代表國家 選出來的人民變成是國家機器的末梢 國家給你分章 國家給你各種的權力 所以你的村長你的鄉長什麼的 事實上不見得是代表人民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說 要用哪一個制度的話 可以討論 甚至我都覺得說 好要廢你先去廢沒有關係 但是我可不可以以後 比如說我十個村五個民 大家會問說我們的關係很密切 總共某一個標準 我們經過公民投票 我創設我的鄉政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說 你可以讓它多遠的話 不一定要去挑邊 那你有些地方會說 我不想管 我就直接讓市政府管就好了 好吧那你這個區域就是這樣 是這個區管 但是我這個區域 我們多數的人認為說 我們自己可以有我們自己 特殊的事物的需要 我要成立一個自治體 就讓我成立自治體 只要我經過有多少的公民投票 我覺得這樣可能都是 比較好的方式 好 那我再問一下 有沒有回到地方自治這個層級 你還有問題要已經的 好 進 那個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幾個也是沒有想到 那個 孫弟我委員會 我當初會比較贊成那個 長生兄我們提出這個 這個構想 還有一部分是 因為現在 孫弟長之下還有所有的領長 然後這個領長是 就是孫弟長自己是愛的 那 那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有 有很多問題在裡面 然後 另外一個我想要 回應一下 就是比較前面 跟鄭老師提到的就是說 呃 選制的這些調整的意見 呃 我自己的看法是認為說 我覺得 呃 其實這種制度的調整 我倒覺得說 我們應該是 去想說 他 邏輯上 是不是合理 為前提 當然 那 我很敬佩也肯定 跟鄭老師這些想法的用心 但是 我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有一些問題 他真正的整體是在於 社會文化的部分 或者說 民眾的那個 民主素養 還不夠神話 我倒覺得說 這個其實 是要 可能是要靠時間 或者是說 這些政治工作者 後果跟舉動對話 或者 直接運動的徽展 去 慢慢去改變他 那 呃 還有一個就是說 剛剛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 那個 那個 房間又有點 太展開了 就是 剛剛其實提到後面 有一些其實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很大方的問題 那可能是牽涉到說 整個 地方自治的區塊 齁 包括說 各層級的 那個 行政單位 他的權限 甚至有些是牽涉到 才能劃分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 已經 在選舉制度之外 是另外一個 很大的一個題目 然後我覺得 其實這個 這個確實是有 通涵 通涵考量的力量 然後 像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 呃 其中講的那個 應該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 其實 當初的 制度 會設計成說 區域長是 直接官派 那 欸 我 我所理解到 那有一部分是說 那個 嘗試治理的 部分 會 一個 一個區域會把它 化成 當初應該是一個區域 會把它化成直轄室 或省轄室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人口的密集度 有到一定的程度 好 那 那 這個 為了要 這個 可能說這個區域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 比較高的安逸型 所以把 把行政權集中到市場的場上 好 那就沒有再有 鄉鎮或現場式的支持這部分 那 這部分 確實跟當初 那個調整 地方 地方的政務法 然後 就是突然冒出了 好幾個新的直轄室 有關係 因為 比如說原本的 舊的台東市 他可能 我們台東這邊 比如說 風西南北 中 然後北東西湖南東 這些 在的話 密集度上是 大致相反的 那 可是 為了要把它 變成一個大台東市 可能 很遠那個 什麼大鞍 什麼 那個外國 那個 那個真的是適合 鄉鎮 比較自治治理的 比較合適的區域 都把它 變到這個體系裡面 所以會產生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 可能是要 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方面 好 好 因為剛才有人啊 覺得那一片牆 實在是太斷了 所以我自己的主持 他們都說 一定會提到 所以呢 我們把它 把六點都整理在這邊 大家先看一下 我想說 大前提的門子 想像多元正常 走善的 制度空間 這大家應該都 這個空間 好 真的大的集體下 然後談了這四點 第一個是 不分區門檻 5%的下修 那 雖然有一些人 有些保留 但是 也分成兩塊 實際上的運作 不可能 無下限 這實際操作上 第二個是 當進去之後 意識 效率等等的運作 有些人有擔心 或是超級激進 就歪就歪就歪 意見的時候 是不是透過配套 比如說電視轉播 然後可受 社會公平 這是一個部分的討論 然後再來是談 補助金3.5% 幾乎大家都同意 然後只是說 有人說 甚至連下限都不要定 應該是 是這樣 那再來 也有關於說 是不是要把 現在的 立委連立制改為命立制 設計到形式的分配 也是有些人保留 但是這個意見 我們還沒有整理出來 但是多數都覺得OK 那第五個是 對於行政選區的這個劃分 重新劃分 具於票票不等值 還有思考 適合的規模 這大家基本上 又有這兩個強法 那後來 拉到的是什麼 第六點 它很大 就是談地方自治整個系統的 重新設計跟想像 那它可能會有兩塊 一塊是 自己的選擇就自己立 很像 很有點像是 聯邦過邦聯這樣子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其實是 比較簡單的是說 村里長的選舉 就改成類似 改成合議制 一個委員會這樣子的概念 但是這一組的討論下 有兩個重要的提醒喔 拍成都是兩位失憶政客的 哈哈哈哈 的想法 常常是覺得說 整套的思考可以重新想像 但它最大的提醒是 不要讓草跟民主草跟那個 有機的放展的空間不見 這是它一個最大的提醒 那信濃是覺得 在談拉到地方自治裡面 有很多是要通盤的思考 而不是限縮在單一的資源 所以可能還要跟財政人畫分 財政修正畫分等等 要連在一起看 所以這是在談這一組的時候 很他們兩個 實憶政客的重要提醒 那不過 剛才 欣偉也有帶回應的證實 他覺得這些制度的提出都很好 那你也有一個想法是 或許有些事情不是制度面的回應 讓我也覺得還是有些社會文化面 不過這真的就是 當基聖誕 當基聖誕 當基聖誕啊 你要怎麼去談這件事情 就看你自己的思考預計 是相信什麼嗎 那也跟你過去的經驗 也有一些關係 那 這是一個部分 那 我想問一下 剛才 這樣子整理下來 有沒有比較清楚 我們剛才在幹嘛 有嗎 有嗎 有 那有沒有你自己覺得到這個 目前為止有要補充的 因為這個階段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回去處理廢告制度 還有選舉經費 候選人政治屬性 這三塊喔 所以我要先確認一下 這一塊有沒有要補充的 誰誰誰 沒有啊 你是同意 好啊 周妮你拿來幹嘛 我幫你 我想說轉要發言人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剛剛一直有一個想補充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講說 偏激政黨的存在 可是偏激政黨 不管在這個制度下 或不在這個制度下 它本來就存在了 像我們知道 新竹市這一次 1129的時候 就有聯陽卡 他們推擠後選了 他們主要的政經 就是想要反多元成這樣 像我們知道勞動黨 它本身 雖然它是做勞工的人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是它是崇拜 它希望做同意的運動 所以這些本來在這套 不管有沒有這套制度 它本來就已經存在 所以你去擔憂它 就不一一啊 那應該是說 剛才跟鄭友提 現在就是說 讓他有沒有機會進入到 體制那種問題 那只是說 那就是勞動黨 你覺得 所以對你來講 勞動黨是一個偏激的 沒有 可是問題是 他也是單一的那一個東西 OK OK 好 所以你可以再補充這個 相反的部分 對啊 他早去補充這樣 好 那謝謝你的補充 有沒有人 正對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新的政治想像底下 有這幾個選制還有相關配套的想法 另外一個是比較大的地方自治的系統 當然是從選制拉過去 你自己可能也不能石油主義選制 這兩塊有沒有要再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就 好來 我可以講一下原住民那一邊 就是 怎麼樣 依照原住民自治塊條例 每一個族群他們 每一個被認可 金內認可的族 都有他們保障的立委制度 然後就因為這個保障立委制度 就會有一些 因為他知道原住民他們一開始 他們的認定是 他們有一個族 但族下面有很多的語氣 譬如說賽爾克巴爾 它裡面又有三個語氣 但賽爾克巴爾裡面又有分數管 它有一個歌曲 所以你當你一個 原住民自治桃裡面 一個保障的政治名額在裡面的時候 就會導致說一些內部 原本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融合人家 你知道內部就是因為這樣 開始有歌曲 然後甚至我們最近不知道是 今天不知道是真的講的就是 苗栗美容他們想要演藝劇 苗栗美容 他們也 苗栗美容 他們接近部落的資格 所以他們也有 腰劍齒說 化身於他們一定的自治區範圍 所以到底怎樣 會不會 我想確認一下 你其實要處理的不是原住民 本身的問題是 你這個舉例去談自治區 如果地方自治會有的問題 我只是把這個問題提起 現在是幾個縣市升格為直小市之後 原來縣市裡面的所謂的上帝鄉 它的鄉長是由原住民擔任候選的 它的代表的部分沒有限制 那麼它的議員的部分還是有保障說 原住民一定有一定形式的議員 那這個升格為直小市之後 也都沒有影響 所以唯一受到影響的 就是有幾個鄉鎮 他所屬的縣市升格為直小市之後 他的鄉長沒有辦法再有保障原住民的單位 所以因此 後來 天洞修法 把它改成是 他們仍然繼續寫鄉長 選代表 就是維持升格之前的狀況 並沒有民剛所擔心的說 好像又有分化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立文的部分 就是分三原平原各選三席 三原平原的劃分也是 用漢人的標準亂起班照畫出來的 那個藍女傳三原 所以這都有很多人知道 這我剛剛想這個 這個部分比較沒有自己的感覺 我是做的這種 好 好 啊 我有看到你很努力的舉手 啊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剛才你還沒有發言過的 剛才你還沒有發言過的 剛才你還沒有發言過的 你的認同是什麼 有沒有要補充的 有沒有要補充的 就很像那個 好 好 我想起實例 以我的案子來講的話 因為我參加的案子比較多 我參加了那個中原護術 然後我也參加了那個台中議題律術 然後我參加怎麼去 所以我的案子比較多一點 對 然後我要講的是說 實際上遇到的就是 你要提反對意見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放你提啊 你沒有一個政治出口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我好不容易選一個 但是 他上面 他出來選的時候是說要幫忙的 可是 他現在 沒有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看會是哪一個呢 有沒有 嗯 我甚提議把那個 度錯分的另外那一個 的 性章的 性章的 性章 放壓力 哦 對 那我們覺得說 這樣子非常的可惡 那我覺得說 那當然啊 罷免蔡檢檔一定要過啊 過完的話 我怎麼修理他呢 你現在在講的是說 就算有這樣的制度 政治承諾 然後他也答應 可是他選上之後 就換個腦袋 那你現在只是要在提醒的事 所以罷免 我們現在在談選之所以就罷免 我要想的是說 我要提個實例案子 就讓大家討論 然後再來就是欺檔的部分 明明很好解決的事情 就是因為欺檔就是 他們有中立讓大家去討論 討論到一個案子 這麼小的一個案子 就三億而已啊 罷到全國之名 然後整個會 會世界之名 然後我剛剛在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 據我們所知 為什麼會沒有人敢出來 聽我們 因為那是要有選舉 其實其他的一個鄉嘛 一個區怎麼可能沒有人反對 反對人和多少時候 除了黑道之外 其實想選擇就想出來 翻議題拿來討論 可是他是被討論的 你不要出來提議題 我就讓我一個人出來選 如果你提議題 或是你參加的講述 我就派另外一個出來選 所以說 那我現在是 我那個都是被調 為什麼都是被調 因為這次一個人出來選 那個快選是我們想要的 那我的票票都是不成值啊 對啊 我的都是把這票啊 所以這種東西 我就是想要想說 藉由實際的案子 我們來去討論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說 比較具體性一點 很謝謝你提出來 他提他在過去運動經驗裡面 面對到的政治人物 還有他提到的進程文書 就是那個區長的想像 你的議程設立 你要談什麼進不去 然後他也不會讓你好好的談 要不然我來 然後區長 我們來開找會喔 我想問一下 你們對區長進程的想像 是類似這樣合一嗎 還是 因為他是一個實力舉出來嗎 因為我回到他 這其實今天可能談會散掉 但是我覺得透過他們在講的就是 我在進程民主的運作 以現在的規模 我要出名的意義 公共意義進不去 然後他也在提另外一個層次是 這個選舉進度出來之後 可能候選人有承諾也答應我 好像看起來是可以幫我做為政治出口 但他選上之後 變了樣 那變了樣 那我們該怎麼樣 那他就提到 為什麼罷免的重要 那不過我剛才回過頭 我不是說我真的要去當區長 而是我想要回過頭問大家的 你們對於基層民主的想像是什麼 是類似這樣子的討論嗎 好 這是我要點出來的問題喔 你們對於基層民主的想像是這樣子的討論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 那 你們也需要付出時間跟做功課喔 就是說他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站到街頭上就可以了 他就變成是 你要有這樣子的討論過程 然後你要花時間 好 那大家揪你之後 要怎麼一起去共同遵守 那你要模擬什麼 是 我想到喔 因為區長 是不會不會就是 縣那個什麼 縣市長的那個執行者 幫他蓋章而已 而沒有任何名義的基礎 好 那我覺得大家對於地方自治這一塊 其實真的有點超越了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權制問題 好 我們都先把它整理下來 但是因為在這六點以外 大家還有看到自己有一個廢票嗎 齁 那剛才這個 這個姊姊也有提到說 所以為什麼廢票很重要 因為這些人都不是我要投他 都不能代表我在議題上的政治意志嗎 那剛才就有一個討論 就是第七個部分喔 有人提出說 應該要讓這個廢票 不是只是說唱票廢票 它不應該只是廢票的意義而已 它應該有更進一步的 就是一種意思表示是 我就是不支持這些檯面上的人 可是我想要請忠祐在臉書 所以你覺得 跟我一個欄位 不是只是廢票 而是要有一個 說這個我以上都不支持嗎 以上見悲的人 你的想像是這樣 還是說 是什麼樣的一個制度設計 只要是不投廢票 就是等於只剩這個 還是在我的選票 還有一個欄位 有副分 對 就是說我的意思說 如果把廢票可以成為說 比如說在我們這個選區 就是假設說選 最經常那個里長就好 通常里長會同合競選問題 那同合競選問題就會面臨一個麻煩 就是說 一樣要送你 那我如果有廢票的一個 可以有 讓它變成有效 那我是不是可以說 比如說我在這個里的廢票 比如說 隨便講一個數字不一定是這樣 比如說它有三成都是廢票 還有30個廢票 那是不是這個里長 不應該要成為這個 就是這個候選人 不應該成為這個里的理長 而是 那這個里的理長 你應該要從哪一次 或者什麼樣去 如果還沒有確切的解決辦法 好 我想只是用智商 去做理清 廢票可能就直入化了 好 現在我的廢票是說 你蓋錯了 我無法辨認你的意識 那叫廢票 但是我沒有另外一個廢票 是積極的廢票 但是我沒有表達出來 我們也只能用否廢票的方式 把這兩種都變成廢票 所以事實上 蓋錯的啦 無法表達清晨的意思 還亂蓋的 這是寫的名字 那當然是廢票 但是有一個廢票是積極廢票 我不要選你 所以那應該是就是說 要有否定票 或者說 或者說 有多池的選票 我給你一份 我給他三分 可不可以這樣 那就是簽之後 開票會變得很複雜 如果有反對票 那就會多算一次嘛 那所以有些國家 他們有多池的選票 但是他們可能是用大口 或是說是用電子 觸控啊 按 或者是用NB鉛筆去 像以前聯考的 然後去 拿電腦去計票 然後 如果用現在台灣這個人工 其量 都沒有辦法做到那邊 複雜 好 所以這邊齁 這個廢票 其實不是只是 值無法認識的意思齁 現在是說 所謂這些經濟廢票 它可能是有 否定票的概念 或者是有這些 你有不同的名利 這個 可是這個在選務的技術上面 幫我寫一下 選務的技術上面 所以就要去思考什麼客戶 但是剛才有幾個想像 一個是 我處理投額競選的時候 投廢票 本身就可以是投定他 第二個是 有一種是負面表列齁 這個人 有我支持 也是投取他的票 這是一種 然後還有一個是 這幾個 我就不愛 一上皆非 好 那不過我先投一個大的 你暫存在 無法辨識意識之外 我們應該在制度選票上 要處理這一組 經濟廢票的 你同意的可不可以舉個手 好 你幫我打散的長 拳拳好 打散的拳拳 打散的拳拳 其實這樣 行行行行 那 你也覺得 就是剛才談到了 像邱里長這種同格競選 最常常會出現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設計就是說 如果他的廢票率高 但是難不可以 難不能區分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喔 他到底是 因為這 我講的應該屬於七幾個人 就是說要去處理 說 否定 就是可以否決這個人 不是說想讓該錯的 或者是 OK 所以 我可以直接問大家 大家 你覺得這個部分要處理 而且你認為選票上 要有一個 否決的欄位的 選票上要否決欄位的 你同意選票上要否決欄位的 那你覺得還要有一種是以上我今天不支持的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是一樣 不是 現在的費票就是 都把它算成這一種啊 無法意思表示嗎 那個 以上借費 以上借費是 我這些人都不支持的 以上借費 比如說現在你說 123 可是每一個人他都有支持我 那你說以上借費 那不就是 每一個都大 對 每一個都大 對 所以這個被前面分 你覺得這個可以難怪嗎 被前面分 所以 我們就只要 我們不去細想說他都有格式劃分 可是我們都同意應該要有 重決的這個部分 是嗎 對啦 夠分啦 夠分喔 都都是喔 沒有 我要問的是大家 不是常政一個人啊 我要去問的是 你們都同意嗎 問的只有三連政就對了 你要表達一下 你要表達一下 就是其實有 有謀的選項時候 很容易被什麼一種 負面選舉 然後你 就是覺得他就會自己選不贏 你就一直去從那個部分 去打出謀的 那 然後這個 對政治文化是會影響的 那所以 其實 你用 負分與否 其實這個可以有思考的空間 那 那你覺得如果不是用 負分與否 有沒有什麼樣呢 就是 比如說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一分跟三分 那你現在就是要完全會點 所以其實是一樣 就是一跟負一 然後另外是一跟三分 就是這樣 只是你完全是正面表演的問題 對不起 我覺得這樣子好了 我們就叫做多值選票 看起來是政府還是一二三 都是政治 就是多值選票 就是這樣 我大概可以理解 你擔心的是有 因為這樣子 不分 否決要拉下來的 所以就 他是一種很強烈的暗示 你覺得是一個很強烈的暗示 對 他選票設計本身 就會引到你 投票系 那你 如果完全是正面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 從負面的角度去試 好 那我可以這樣成理喔 就是說我們都覺得 要處於積極廢票 這個否定票的概念 這大家都同意嗎 好 看起來大家都同意 只是說 在制度具體的設計上 你是要負面表演的否決 或是說 我其實是正面表演上去 只是有分 三分五分一分 這種看起來是 鼓勵往好的地方去的 這個發展方向 從更新 觀念思考 所以大家有 大概有這種意見啦 不過這個回過頭都要思考 你技術上選物的操作啦 因為我也 我自己也不確定 我自己真的很確定 到底用否決票 還是我用三二如一 這種加成比較簡單 這個我真的也不清楚 這個可能很辛苦的選舉制度設計 對 這一個 就是 你剛剛提到負面選舉 我問 問題是 我們現在的選舉 也只有這樣子 投Yes 你不能投No 那在現有 只能投Yes的情況下 台灣的選舉 幾乎也都是負面選舉 而且他那個投完才會知道結果 他怎麼會知道是負面還負面 就是 對 你沒有Stay No的權利 可是在沒有Stay No的權利之下 我們台灣目前的權利就是負面 目前就已經這樣了 阿我的想法是說 你在上面再多負面的時候 那問題就是拿負面的 他也沒有什麼懲罰的機制 那我要說的是多指的話 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1到5分 每個人的1分 每個人的2分 每個人的3分 不一樣 那對 那你不會因為主干事 去影響這個制度的設計 就是要小心這裡 好 我想先講一下 因為iVoting這個東西 它不是一般兩站也投票的東西 iVoting它其實有很多 在技術設計上面 網路投票的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早一天來談 開放是真的開放 還是開放對某種的排數 這個都可以再談 但是今天要處理的是說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 激情費票的意識表示嘛 好 只是說這個大詞 你大家都同意 可是意識表示這個 我們希望的政治想像的呈現 要透過什麼樣的技術 剛才有幾個想法嘛 一個是透過有候選欄位 或是意向見面 這個就可以再去討論 這是一個想像 另外一個就是 我的投票是有百分比加權的 類似不同 好 那有這兩個 可是剛才大家都有提到說 這兩個的操作背後 可能都會有一些投票行為上的引導 或者是說要擔心的地方 好 那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很 技術莫難的設計 至少我們今天有一個共識 要處理的是說 積極費票 要讓他的意識表示清楚 除了這種是 無法辨認意識之外的這一塊 這大家都同意嗎 好 我自己也 但是選字 其實我們選字要處理 有很多是大原則的部分 正式想像的部分 那無可會言的是 當他變成 轉換成技術操作 有很多的細節 或許不是我們今天可以談 談得那麼清楚跟談定的 我回過頭 至少幾個部分我們是清楚的 那最後一組我們要處理的是說 那我很擔心 現在選舉金費不用公開嗎 對嘛 要公開嘛 所以當剛才要有人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對於選舉金費現在 沒有 可是問題要是我記得 有一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說他只花了9億元 然後比那個什麼 他選總統還要低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這個選舉公布金費 就沒有完全詳盡的公開啊 所以重點是 現在的制度完全沒有辦法去解決說 他不詳盡公開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懲罰 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對 好 這是一個要處理的 然後第二個 我想要再釐清的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常再可以補充 剛才另外也有提到說 候選人的政治屬性跟參與揭露 我真的比較好奇 你這個是要怎麼樣 就是說他公開之後 大家可以去表示說 包一盆啦 其實我覺得公辦證監會 還有整個人民隊 對所謂公民參與的那個機制 是要增加的 比如說像我們 我們那一次有沒有 在證監發表上面的時候 有一個候選人他就上去講那個 比如說我要讓龍鳳漁港 變得跟南遙漁港一樣 可是又沒有人要質詢啊 就明明就 像他就做一個假的真正 比如說他有去幫 他講說他有去幫大福 但實際上 我們自己有去參與大福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他沒有幫嘛 那問題就是他 你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可以回饋的管道 可以讓你去 去揭露這個候選人的屬性啊 OK 所以你在這一組要提的是說 你認為這個候選人政治屬性 跟他參與經歷 你要透過更多 制度內公民參與的機制 讓大家有更多人參與 對他不是說 因為那個候選人想要辦那個 我才辦那個 你應該是要找很多人來 然後提他 OK 這個細節的創作 我們可以再討論 不過 先不要再小心說 阿密戴的結線 要常見回家 我先講提前那個 宣經紀會本來就要申報 對啊 現在就要申報 而且也有上限 現在只是說 法則很輕啊 所以大家都做假的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還有很多複雜的現象 那屬於文化前面 法律上很難規範 比如說 以我們苗栗的情況來說 我十八鄉鎮後圓會 那些人 他們大部分都不是男人 但是他的意識形態 是跟民進講接近的 那他們幾乎是一個自主性的組織 他們自己會去募款 然後呢 在他們的內部 他們自己彼此之間會監督 那個錢沒有到我這裡拿 那會員會 他們就只有自己監督了一套的組織 然後如果剩下的錢 他們也會知道剩下多少錢 然後下次遊行的時候 他們就拿把那幣錢拿出來遊行 現在非常可愛的一群人 就是他就是真正的自公 自私的自公 我沒有辦法把他的錢 拿入到我的選舉經費裡面 依法的話我就變成是防暴經費 或者說像美國 他有軟錢運錢 我現在假設說我成立一個公民團體 我公民團體 我在選舉中有我的利益 我去做宣傳 事實上我是在幫忙 可是呢 我是以我自己獨立團體的身份 去推動我的政治理念 是花我的錢 所以那個事實上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比較欣賞的是 日本的方式 他盡量在你的輸出端 你open多少 我就是規定你的open就是多少 你就是 在電視裡面 你的可以露出的表述全部是一樣的 廣播裡面就會露出的表述是一樣的 你的全身出去是一樣的 其實早天我們介入時代的選舉 是這樣子 孫子口元太大看棒 那花了好幾個 每個候選人就貼一張 這是公平的 那當然他就他在說 因為那個時候打敗靠魂宣 魂部長靠組織嘛 所以他就讓你的魂宣盡量減少 我再去做這個背景說明 好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 第八跟第九 第八是要處理選舉經費 即便現在被規定要公開 可是因為他的罰則很輕 所以會怕 沒幾個通常是負不起 那剛才 常鎮是補充一個是說 有沒有一個可能 他想像強盜是日本是 那我們就規定 你什麼樣的媒體露出或選舉的那個 違權品等等 你就是只能到哪裡 到底有限制就對了啦 我有一個限制 那至於你做不做得到 買不買得到 那就是看大家的狀況 好 那所以我回過頭 我要請大家 用手勢筆喔 都聽得懂喔 這邊有沒有還要釐清的 好 你們要釐清的是 就是 其實這東西當然是很複雜的 那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 到底公會 是不是直接推公會前選舉 然後一次解決掉那個問題 會加什麼問題 那 因為如果你完全是開放現在的 就是完全照下預計規則 然後有錢的他一定資本 從後就不要再大選了 那 所以他這樣就會成為一個誘因 然後 或者很多人都想辦法 想辦法去跟企業啊 採討啊 然後 後來他又感動 他應該又上線 那種問題 社會感動 那種問題 所以他是一個結構性的誘因 那你要 你除非從根本上 我們也要這個誘因 你直接推公費 那不然的話就 你想像是選錢的公費 就是選後的補助金這樣子 就是連補助金都不要的話 才有可能根本解決掉這個問題 就是直接就是 他直接就用公費去選舉 只要被抓到 他像實在的環境去選舉 就是判刑 那直接只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選舉 是保證金 蛤 是保證金還是補助金 我意思是 我意思是說 不管他的這個競選的 廣告啦 宣傳啦 志工的薪資啦 港工的薪資 他這些東西都要規定 他只能夠用公費的那個 預算去去報 那只要超過這個 就一於四為是負貧 公費選舉就這樣 我明白 我明白 好 來 所以這邊有三個想像喔 選舉已經被現在的公開 一個是調高法則而已 這比較就是 是一個標 欸 是標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有兩個遊戲規則的想像 一個是說 我就是會規定跟限制 你只能在各種度數有一定的量 甚至選舉 宣傳車 載車有幾台 這個都有一定的規格 啊你做不做得到 就是 你都要去處理了 第三個沒有喔 很很根本性的就是 有沒有練習台 輔助金保證金 我就是你整套 每個人 你可以花多少錢去做什麼事情 都是一樣的公費選舉 超過公費以外就是不OK 好有這三套 好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用手勢來表達一下 你覺得你贊成就是調高法則 不是說你投這個就不行喔 你贊成是要調高他現在選舉經費 不實公開的法則了 你同意的可不可以用手舉一下 不是你不確定啊或是怎麼樣 你都可以比一下 這三個好想 是不是三選舉 沒有沒有 互相百次都可以 我講的意思就是都可以喔 可不可以比一下 好 少數不確定啊 多數是在你幫我畫一下喔 然後再來是說 你認為 你也可以同意 剛才長正說的 我就是規定 你可以有多少錄書物 宣傳電視媒體 網路 或者是說 宣傳車有幾台 我就規定一個標準 那至於你可不可以有錢 或怎麼樣做到 那就是再說了 好 你同意這個呢 可不可以你手勢一下 你同意的 好啊這個是幾乎都 你為什麼不同意 因為對於選舉經費 我認為要透過政黨法去推開 你還是覺得 他的選舉很必須 為什麼 為什麼要請便到這樣 你不可以做這樣 不可能可以拿 因為你如果是黨籍 你不要前選 根本 在選舉經費上 有些不像國民黨 民進黨 就是有錢 那相信你就只能玩到這樣嗎 好 那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算再有錢 你就只能處理到這邊 不可以像現在這樣 你還是不介紹 我還是不能介紹 因為 因為差太多 你覺得還是會差很多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 一樣的標準定不出來 對 為什麼定不出來 應該要給沒有政黨 參選更多的保障 好 這是你的想法 來 我在想說 他是不是疑慮是那個什麼 就是 感覺起來好像這些是上限 他是對五黨籍 然後沒有錢的人 反而這個東西 他根本就達不到這個上限 他你是憂慮這個問題 對 對 那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 那可能就是 你可能同時要有二按三 就是必須要有公費選舉的選項 就輸出前面那一門才可以 對啊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用投二按三 對 沒關係 我先釐清一下 至少我們把它注定一下 你會有這個擔心是說 你覺得就算是有個上限門檻 會定在那邊 沒錢選的 對他來講就是白定的 就是在那邊 那可是剛才有人有一個建議是說 但是如果在這個的前提底下 有這個配套的話 那你的一律就可以被解決了對不對 對 是這樣子 所以你同意他的這個建議 好 好 那這個把它寫上去 好 好 來 那第三個是 你覺得 因為這個公費選舉跟你剛才講 又不太一樣 對 第三個的公費選舉的想像是說 所有人都一樣 不管你有沒有多少錢 你就是不可以拿你 中國產或是黨產來用 就是國家給你多少錢 就只能在這個國家給的錢 這個規格裡面來選舉 你同意這樣子的選舉 你同意這樣子的選舉 OK 同意 就是 部分 部分的同意 那有沒有剛才 你對這個很保留的人的原因 特別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很保留 好 等一下 月姐比較沒有 好 奇怪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就算是公費禮拜 之前也透過有大量的製作啊 像是 對他講好 這樣就不會太多的職工啦 這不一定是想 太多職工 那不一定是 真的會 比較公平 你沒辦法 你會看到職工的這塊 喔 你在想是說 類似 像不敢白插這種 像不敢白插這種 像學歷福吧 喔 好 那還有沒有人 有不同的 你為什麼對這個公費選舉的 想像有辦法 可能就針對那個法則的那個模 你要跳回來這邊 等等 我就是說公費選舉這個東西 現在剛才也算是跳回來 就 現在那個法則如果單純是錢 而不是說現在交違反規定的話 就只能直接退選 而跟錢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覺得那個法則 所以應該要定定到說他就沒有參選資格 而不是 錢不關 因為錢再多 要把他擺定 他就也是不怕 對 所以有人建議的是 有人補充說 或許那個法則不只是又是在錢的那個邏輯 用錢就可以買掉的事情 而是說 有嚴厲到 就是要規範一個程度 嚴厲到他其實不參選資格 好 可是這是Gate 他已經參選了 所以應該是大學無效 好 OK 這是一個在解釋上面應該怎麼講會比較好 應該是當權無效 好 那 我這邊 你想喔 所以那個大名把法則這邊拉出來 一個是錢的 這是要拿高一點 這是一個剛才已經處理過的 再拉一條線出來是 如果他就是 超過那樣的比例很誇張 甚至我們應該有一個規定是他當權無效 你可以同意這樣子的 舉個手 哎喲 我有點壓力耶 這關掉 所以蠻多數人會覺得說 可以當權無效 所以法則應該是有兩塊 這個要把他拉出來 一塊是說 在一個程度裡面 他當然就是把現在的法則拉高 第二個是說真的太超過 但是什麼是太超過 大概共同 就是他直接是當權無效 不過最後我們在處理的是什麼呢 我們最後還是在談的是 公費選舉是不是要做到 剛才說的那個版本那麼嚴格 好 那這個部分剛才比較多是保留 好 啊有沒有一些保留意見要再提出來的 等一下 我們現在會有沒有保留意見要提出來的 沒有的話 來 你回應一下 好 就是剛剛兩個部分 齁 一個公費選舉 那個自公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就是法則是不是有什麼當權無效 要先講當權無效這一塊 其實目前的設計就已經是 就已經有 有含有這一個所謂的 也就是說比如說你的雙腳會選 那後選舉雖然本身沒有被判會選的罪 可是他有可能在民視上 有可能會成立當權無效 那你自己把出動的 對對對 那個是李全教的案例就是這樣子 齁 那那個 所以 這個 剛提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留 要想清楚 就是到底跟目前的制度差不在哪 是事前跟事後的差別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談到公費選舉 自公這個 其實你想想看 你就算不是公費選舉 用私費 自公還是照案存在 而且 你公費 你用公費選舉的情況下 你反而可以杜絕那些假自公 就是 因為現在有太多的 這個免疫上的自公 實際上他是用錢來的 好 OK 對 你反而公費選舉 比較可以規範這塊 好 那從那些回憶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是 會選的當然很不像 會選當然就是很堅強選舉 對 那你也可以認為說 你現在沒有會選 你的宣傳你附天蓋地 對 那超乎法定的規範太多了 以至於造成不公平的精選 選舉要公平 這是選舉 民主選舉的基本精神 所以法理上 我們個人認為說 你這個已經 嚴重到超出那個公平選舉 太嚴重的影響公平選舉 所以我判你當選無效 我覺得那個法理精神不太厲害 實際上可以理解嗎 就是你剛才講的是 會選的層次 可是實際上在講的是 你不公平競爭 是要造成的不公平競選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到一個強度之後 就是當選無效 這是兩個不同的 就是走沒錯 那一條 不管他走什麼制度 那我要解釋的是說 正在今天還談的 這個制度它也一樣的 好 那現在其實已經五點半了 我想說大家在最後給我五分鐘 我們會等一下今天的東西 因為今天的東西其實 可以分成九大類 那我從後面拉回來 第一個在談 最後一個在談的是說 我們覺得候選人的政治屬性 跟參與揭露呢 應該要透過更多制度 設計的公平參與 更多元 增加大家監督的管道 大家都同意嗎 因為剛才這個還沒有比到 來 沒有比的是累了是不是 五點半之後就收工 不比了 好 那看起來應該是 有人是反對的嗎 你確認一下 製作制度設計它怎麼設計 對就是制度設計怎麼的問題 對好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不夠 我們在這個 就是可以留下來說 那它的具體是什麼 這不知道 那要再想 那第八個大家 比較具體的是 談說選舉經費現在的公開呢 基本上都因為罰則很輕 那玩假的很多 所以有一個是罰則要增加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罰則的增加還包括 另外一個更強烈的嚴重不公平的話 那它其實就可以有這個 當權無效的規定在裡面 好就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還有一個 大家也很多同意的是 應該要規定一個上限 那這個上限 如果有一些就是完全沒有資源的 可能有部分公費補助的 這樣的機制設計 好 那第三個完全公費選舉 然後一模一樣 操作就不行了 一半半 有些人其實是蠻報格的 這是剛才在談 選舉軍備的公開這一塊 好 那這是第八個 那第七個我們在處理的是說 除了無法辨識的這種廢票之外 積極的這種要去投否定票 但是現在被認為廢票的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制度的設計 就是在選票上能夠呈現 但不管是透過否決的欄位 或者是多值的欄位 都要去思考一下那種 用精氣技術上怎麼設計 不過我們都有一個很強烈的公式 是積極廢票的這個否定要被呈現出來 好 這是第七個 那回過頭 第六個呢 它其實超出的不只是地方權制 包括是整個地方自治 它怎麼精采民主的運作 那有一個思考是自己的層次 自己來設計 這個剛才比較多人有保留 不過大家都對於基層民主 可能不只是現在村里長 可以往合一致走 這個想像 有比較多的討論 但是這邊有兩個提醒 一個是說在制度設計上 不要反過來是壓制了草根民主的進行 以及在談地方自治的時候 有更多財政收支劃分等等 要偷盤考量 也就是在談地方自治可能會超過 我們今天談的範圍很多 那另外一個大的討論呢 雖然有無點 可是都是回歸今天大家 對於新的政經場下都蠻明確的 台灣應該要走出兩個政黨 這個樣子的格局 要往多元政黨的友善議會制度去設計 那再這樣之外 這種比較激進的主張者 他進入到議會 你還是可以透過配套 比如說我會電視轉播房 讓大家可受風停 這是一組門檻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補助金的門檻 現在好像121之後 到了3.5%50塊每年補一個 可是大家是覺得他應該要再修 而且他不應該有門檻下線的規定 那第三個在處理選制上分配 形式分配 到底要必利或聯利呢 多數是覺得應該要改為並利 會比較友善於 啊 長江版的電力 會比較友善於小廠 而且可能也恐怕也比較友善於 未來的國民黨 剛才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第五個是說 行政區的話重新劃分 大概就是有必要的 但具體的制度設計 我們今天沒時間談 但是要去處理票票不等值 還有思考到底什麼 才是適合的規模 這樣OK嗎 好 那我必須要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草根論壇還是要這樣舉行 是不可能挖個符一場 就把所有的問題彈開來 可是你會發現 講下來有這麼多東西要思考 然後我們要處理的 不是今天要進出一個漂亮的制度 而是去理解 我們在談這些背後的擔憂 那為什麼現在的政治場域都沒有處理 那後續這些所有的發言 都會被coding在大家今天看到的 那個草根論壇的網站上面 那可以持續去看 那我知道的是說 3月15號會有群障礙者在台北 他們也要討論選制 然後318一系列周年的行動 現動盲應該也是會在321 3月15號禮拜天的下午 在錦南路上會回到街頭在辦代行的聲音 目前也有可能是唐明才選制 所以我發現是選制最近 草根論壇的場次還不多的 那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那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在文道市場 我們去持續看說其他場的結論 還有就是說 廢透我要請大家做兩件非常薄辣的事件 你今天先請不請呢 要請大家填這個混卷 就是告訴我們上一次怎麼做 你覺得會更好 這樣OK嗎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選制很複雜 大家基本上是把提出問題跟解決方案 並在一起處理的 所以你只要勾一個欄位就可以了 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把很多個間單分開 你只要勾第一排 後面下面三個不用勾 這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分那麼吃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知道 然後我說的第二件罰到的事情是什麼呢 有人猜得到嗎 對 這是我回召 就是說呢 因為要結束了 所以想說我們來大合照 不過為了要確保我們的回饋單 可以使用到我們來 我們還是先請大家用五分鐘後 填一下之後 那我們來進行一個大合照 可是也在大家填分卷的同時 可以掌聲謝謝一下走五個志工 然後場勝利 謝謝大家 我以為是因為像其他場次很多一體導入 講完就 拍拍屁股走 好 終於有效率 終於有效率嗎 終於有效率嗎 好 那你也好聽話喔 好 那謝謝佳華今天幫我們主持這場草根論壇 那也再次謝謝 呃 跟正還有長正他們兩位一體導入 對 然後陪大家一起討論到最後 然後我覺得說 其實像我們哲學心七五爺阿 或 呃 這個現在目前要推動的公平先生會議炒的論壇 其實我們都有一致的核心價值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有一些東西 我們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討論 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說 在台灣裡面很少有這種 呃 可以開作出我們 呃 小型的 小規模的 讓大家可以好好坐下來討論的一個空間 或場域 那 其實 摺五的一個很重要目的也是在於說 我們在 很多的議題上 我們有機會大家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那如果 我們常常 比如說每個禮拜五 你如果可以到摺五來 來 針對不同的議題來 跟他 持續做溝通 做討論 那我覺得比如說 像我們只有在台中這個地方做 可是我們會慢慢的 看到說 台中這個城市應該會變得不太一樣 好 那希望說 持續的大家 呃 除了也可以來參與摺五 那我們摺五也會持續的來 針對像是 公平先生會議炒的論壇 也許我們之後還會再持續的 第二場第三場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持續來參與 那謝謝大家 那等一下那個 呃 我們回饋單 請大家一定要填好 然後要 就是 遵循這個 我們其實很佳謊的只是要來拍大的招 沒有 謝謝 而且我想跟大家講的是說 大家的討論真的不會不見 我們後 我們後面之後開花了 快要一個月兩個月跟 GPB的朋友討論說 可以怎麼把它弄起來 其實是 我們去為了媽媽可作的時間 把大家的討論 討論起來 那 你就可以上去去看其他的場 然後 看自己的討論的場 然後 會做每一種發言 練習的規模 這應該是全台灣的 咖啡是你們最大的 介紹的 哈哈哈哈 我最愛走 對啊 好 沒有趣欸 好 那包含今天的討論 我們 哲悟也會把這個 今天的Hackpad整理 更詳細之後 我們會放到哲悟的本事頁 我會放到這個 仙中盟的本事頁 其實這個本事頁 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到了 因為它背景的還要整理 才可以回去 可是像今天的所有討論 包括黑板的紀錄 還有 現在 Data在打的 文字紀錄 全部都在上載 所以其實 回去 其實現在立即 就有一個 線上即時的紀錄 但我們之後 會整理 一場次的Database 那一場次的Database 它可以串臉 他們看我寫完 就可以拍照喔 謝謝